好,那我們主獎在喝水的時候,我就先開場啦 我是張正,我是書店的負責人 歡迎各位跟社工都應該是有點關係的人才會來這一場 這一場其實跟我們書店比較沒有關係 我們書店是灘灘時光東南亞主題書店 不過雖然我們叫東南亞主題書店 其實我們也談很多跟東南亞不相干的事情 地理上來說,什麼俄羅斯啊、歐洲啊、南美啊 其實我們也都談 那其實我們是以東南亞為名 談一些台灣非主流的事情 所以我們覺得東南亞這一個 我們台灣應該認識但是其實長期忽視的東西 忽視的一個題目 那我們需要一個書店這樣空間讓他在這邊交流 可是光談東南亞其實撐不起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後來也 因為這空間還蠻好的 反正空間租下來不用也白不用 所以我們這邊就一直辦相關的活動 然後也用很方便的方式 讓各種書各種題目在這邊交流 所以就會有社工這一場 這邊這個社工黃金集 不過我另外一個身份是 一起夢想公益協會的那個秘書長 我現在還送秘要帶這個來 我被我的同事 我拿我拿 我被我的同事指派要做這個事情 好,就一起夢想公益協會是做 呃... 另外一個公麻吉 公麻吉大家知道嗎 那個買東西的東西 他支持的一個協會 然後我們希望 用這個協會去幫忙一些弱勢單位 那也去倡議一些題目 所以 也因為一起夢想那邊 我認識了 比較多的社工 社工的題目 所以也認識 比較認識了舉兵樂 所以才有這一場活動 那... 我回頭講一下這個書店 這書店當然還是有點特別 這個場地我們一年辦三百多場活動 所以一場講得不好也沒什麼關係 呵呵呵 不是說你這一場啊 呵呵呵 還不小心講到 那人多人少呢 我覺得這個地方有厲害的 厲害之處在在於 這個地方可以幾到四十幾個人 就我們爆滿的時候 我們就有一些 超級網紅來的時候 網紅 網紅比如像局部音樂 其實也是網紅 可是他為什麼要用 那個什麼 郭志南對不對 呵呵呵 我記得我幫你本來寫的是局兵樂 你要這樣 你知道還是工會的活動 要讓大家認識工會 不是認識 這個就是我們待會可以討論的 為什麼他要將... 被框在這邊 然後... 好 因為他改了我 幫他寫的文案 我其實很生氣 因為我這樣太浮誇了 我不行 浮誇是這個時代的 這個精神 你要浮誇 把大家吸進來 然後再給大家一些真正的 有深度的東西 你一開始就擺那麼硬的東西 人家就進不來啦 這是什麼工會的經營與行銷 對不對 看到這題目的啊 一開始好像是什麼 冰與火之歌 還是... 冰火九重天 你看聽到這名字 欸來一下 說不定有什麼 冰火九重天 然後來了之後發現 講那個... 工會 他也走不掉 所以就會... 你就可以吸收掉一些人 好 呃... 所以反正我們... 我們有很多活動 那... 這個空間... 人少我就有人少的好處 你們... 你們年紀那麼輕 坐地上比較... 比較輕鬆一點 我們通常是膝蓋好的 就坐地上 膝蓋不好的就坐椅子 哈哈哈哈哈哈 綠蓉姐趕快坐地上 那什麼 我現在過去 哈哈哈哈 那我們一樓的書呢 當然是東南亞為主啦 有一些東南亞文字的書 我們是有三年前發起一個 帶一本自己看不懂的書 回台灣的運動 大家如果去東南亞玩 那去隨便帶一本什麼 你看不懂的書回來 帶回來給我們 送我們 我們會借給看得懂的人看 那這個活動其實還蠻受到支持 因為大家去東南亞可能做一些 不好意思告訴別人的事情 但是買書就是 好意思告訴別人 就是你跟團一起去玩 然後大家要去滑什麼 那個水上摩托車啊 什麼一些很無聊的活動 很一般的活動 你就跟你的團員說 我去買一本書 你整個氣質就不一樣 暗號 哈哈哈哈 這個律師真的很壞 哈哈 好啦反正我們的書 另外我們的書的借閱方式集也很特別 我們樓下還是有中文書 有各位看得懂的書 我們的書是用借的方式 是用原價借出 原價還書 這本書三百塊你借走 可是你要付三百塊 那你可以不還 因為反正你已經原價給我們借走 但是你借走之後你就當做自己的書 我們在書上面是歡迎你在上面畫線寫字 做筆記 我們希望讀者在讀書的時候是可以 有完整的閱讀經驗 那今天樓三樓沒課 我們三樓還會有語言課程 那一樓會有語言沙龍 我平常是免費的語言沙龍 好 那反正我們就充分利用這個空間吧 那舉賓月 認識他之後 我就覺得他其實是很厲害的 就是有非典型的工會秘書長 他加上那個小厚山 有一群年輕的社工朋友 然後在做 其實我覺得對台灣來說很重要 但是我怎麼一直都不知道的事情 那我就一直拗他來 那特別從高雄來 特別從高雄把舉賓月拗來這裡 那如果 也不是人 因為我們也沒給他吹花費 是他剛好到台北 那另外就是 我趕快的宣傳一下我們那個 這在舉賓月前 可以可以 舉賓月前面的這個 我們的社福業的 五十道陰影 就是 一起夢想公寓協會 跟各地的春拍 到底七個還八個 九個 九個社工工會合作辦的一系列社福相關的講座 那我們希望社福 尤其社工這一塊 可以在台灣有應該得到的位置 其實有點像東南亞移民移工 就是我們沒有要讓他變成金字塔頂端 但是他不應該被踩在腳底下 不應該被剝削的太厲害 偶爾被剝削一定還可以 他應該有一個適當的位置 那舉賓月 就是本名郭志南的舉賓月 他在這邊做了很大的努力 所以我們今天 特別請他來 跟我們講一場 非典型的社工工會黃金旗 請大家拍拍手 歡迎郭志南 歡迎舉賓月 謝謝 還有我們還有一個律師 帥哥律師 在這裡 女生 帥姐律師 好 好 那就 喂 那我就準備開始 對不起可以拿貼紙給我嗎 好 對 我覺得也可以 你拿一張給我 我今天要講的 因為我忘記帶毛巾 毛巾 你忘記帶毛巾 對 毛巾那一條送了 因為我身上那一條 那天背五一的時候 背了一整天 然後最近真的功課很忙 還沒洗 所以我拿來真的太臭了 我就覺得 所以我沒有拿 所以今天用貼紙代替 如果你現在有看到直播的話 你現在過來還來得及 可以得到這張貼紙 那我就今天開始 在這邊開始跟大家分享 這個 黃金起義這樣子 那 本來這場沒有直播的 那都是因為 鏡頭前的邱老師的要求 所以我們才有 還有還有 還有 還有中正的 中 中正的 查老師 我覺得這個要 那個 要特別講一下 今天是為了你們才 那個 直播讓大家笑一下 不然就想說 現場的夥伴 讓大家聽一下就好了 那 有12個人在看 有12個人在看喔 好喔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來現場 趕快來現場可以拿貼紙 好那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覺得因為 黃金社工資訊交流團 有分享耶 大家是誰 你們不要一直干擾我分享 好不好 你們很煩耶 好啦我覺得我正式開始了 這樣子 今天這一場活動其實是 張正大哥之前一直就在跟我說 然後剛好也交大法科所的同學 他們有想要 他們的團隊想要 對一些社工勞權 還有一些 做法律上的一些討論 那我覺得就是因為這樣子 因緣巧合還是說 我覺得也緣分促成這一場這樣子 因為今天 我們全台的幾個公會 下午剛在監察院去 下午剛去監察院做一個社工勞權 跟監察委員做報告這樣 那希望之後 這件事情可以讓我們社工的狀況 勞動狀況更改善 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在於是 黃金起義的過程這樣子 那好 因為題目就像張正大哥剛剛還說的 其實一開始他取了一個 冰火九重天什麼 高雄社工工會的秘書長 舉賓院什麼的 他寫得非常浮誇 但是我覺得不行 所以趕快改回來一個 跟翁偉他們討論 說到底一個比較正常的題目這樣子 對 那大家這邊有看到一個 這是我們高雄社工工會 粉絲頁的那個QR Code 如果你現在在直播鏡頭前來 我停留一下讓大家掃一下 幫我們按個讚 對 那你按讚進去之後 首頁最上面的 首頁置頂的那個碼 有一個我們新增的LINE群 歡迎你也加入我們的LINE群 我們偶爾會頒頒一些小活動 還是抽獎送貼子之類的活動 還有一些獲資工會最新的勞動權益的訊息 我們正在學習經營LINE群 當然歡迎大家也可以跟著一起加進去 那我今天就開始跟大家分享一下 對 我們其實講白了 題目取成這樣子 說穿了就是 我們要 我今天要分享的是 這個社工有這麼累嗎 這個毛巾 為什麼公會 社工工會會賣毛巾的這個過程 這樣子想跟大家做一個簡單的分享 那這是我今天簡單的一個報告大綱 讓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大概會從一個起源 然後衝突行動 這個整個過程裡面 跟大家做一個比較結構性的分享這樣 那 一開始一個觀察的重點 我覺得可以如果 在現場還有在鏡頭前的夥伴 或許可以想一下 這個圖是保羅社工的粉絲頁抓的 這樣跟大家講一下 請大家可以先回想一下 這個四五年裡面 社工界到底發生了哪些 重大的勞資爭議 或者是衝突 大家現場有沒有 比較有印象 從一開始的 曹小妹事件 然後曹小妹的是 曹小妹已經不是四五年了 不是四五年了嗎 曹小妹是2010 曹小妹是2010 大概八年前的事情 那時候發生了什麼事 有誰講了什麼話 然後接下來再近期一點的 有名一點的應該就 段瑋宇嘛 那個 你們這些 曹剛用假甩棒賽 還是 曹小妹說 社工都 拿著潛不住 環遊世界什麼的 就類似這樣子的狀況 還蠻多的 可是這些勞資爭議 還是說 還是說 勞資衝突有什麼 勞資衝突到底要記得什麼 高雄的話比較有名的 在直播這邊還可以講一下小草回捐這樣子 對還有什麼 大家還記得什麼 我們不斷的一直在發生一些相同類似的事情 可是 想問一下大家 是 我們到底還記得什麼 然後 留下些什麼 還是 就是 每次其實一個很類似的狀況就是 我們相同的問題 社工其實我覺得蠻可悲的一件事情 就是 我們對於一些回捐啊 勞資爭議啊 還是大家不尊重社工 常常說你是志工 覺得很生氣 但 相同的問題都不斷的在發生 那 像 段瑋宇 台中段瑋宇的事情 其實那一件事情事情鬧很大 有一群夥伴去 集結到 市議會還是市政府前面做抗議 易小微的事情也是 那我們其實好像有看到一些同伴在那邊 但另外 在想的是 到底哪些人可以一起行動 或討論 做出一些什麼改變 有些時候我們會講說 欸 社工其實 不是不會生氣啊 社工其實是會生氣的 那為什麼 好像有時候也是氣一氣過了 然後就繼續過原來的日子了 我們好像也沒有 太大的改變 那個 像金魚一樣的 記憶好像很短期 就一下子過去 就過去了 好像也沒有發生過什麼事情 然後又相同的事情又發生了 這個是 好像社工界 這十幾年來 從我念社工系之後 工作之後 甚至是組織公會之後 好像一直還是不斷發生的事情 那 我們高雄在2016 成立了 工會 我們 2016的7月 我們正式的成立高雄 社工工會 那在那之前 大概就是有 第一個工會組 成立的是 2011的時候 桃園 然後接下來台北 那接下來是 台中 新北 第五個就是高雄 那 成立之後 其實我們就開始在想說 我們工會 到底要怎樣 永續經營 我覺得這個 都是一個對內的 一個思考的部分 就是 對工會比較友善的 同溫層 到底在哪裡 然後甚至是 可能可以一起行動的 夥伴在哪裡 那 更 進階一點的是 社工工會要如何掌握 勞動權益的話語權 更直接講的是 怎麼樣讓人家認識社工工會 看到社工工會 那 一個更務實一點的 作為工會的秘書長 我很確實一個要想到的問題就是 行動和倡議其實是需要花錢的 像今年我們不斷不斷不斷 開來衛福部開一些相關的會議 勞選的會議 一些重大事件 就請工會來開會 可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是 衛福部從來沒給我們相關 車馬費的支持 你每一次只要派一個人 不管是理事長理事 還是我們秘書處的夥伴 從高雄來台北 來衛福部開一次會 就至少一個高鐵票就是 三千六一起跳 一個人 這是一個人 三千二三千六這樣子 甚至是 我們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我們還請自己的獎 我們要請自己的工架 然後花這樣子的錢 那 做一個職業工會 其實我們蠻特殊的 我們 一般職業工會 像我媽媽就會跟我開玩笑說 你們怎麼都不是讓人家投勞健保的 我必須要跟大家說 我們高雄工會 現在還是一個 不能投勞健保的工會 這樣 這個其實 是一個很有趣 因為一般職業工給人家印象就是 拿來倡議勞全 那個不是要拿來 那個 投勞健保可以 營利這樣子嗎 可是我們沒有 那 會費的部分 我們會員從一開始的三十個 成立到現在 成長一倍多到六七十個 那 可是一個實際的狀況就是 你真的就算有會費 我們會費 我們是 入會的時候六百塊 然後 免費是一千二 那 這樣的狀況下 其實你了不起 收個四十個 也不過五萬塊 五萬塊 你剛剛看到的 那個 一年要辦個兩三場活動 要辦會員大會 那 偶爾 要 有一些 聯誼性的活動 那 最主要的倡議的活動 這些交通費 什麼的 交通費其實也是倡議的交通費 是我們很大的開支 那 這個狀況其實 嘖 你很左右為難 你 要行動就是要花錢 可是你不行動又難以獲得支持 那 沒有錢什麼又都不能做 那 很現實 那中長期其實 用一個工會秘書長的角度 來說的話 必須要跟理事會報告 我們中長期 我們一個可能的規劃會是什麼 我覺得工會不可能永遠都是一群人在做志工 全部都是五幾值 中長期我們可能需要一個辦公室或一個辦公桌 那 正式或兼職的工作人員 那一個想像那個藍圖 的可能性 我們需要花費多少 然後我們要怎樣走到那個地方 那 這個相對應的支出 那個金流 我們要如何去 支應 我覺得這個就是從一個 這是黃金起義之前 我們一直在做一個思考的部分 就是 一方面是對社工食物 勞動權益 還有社工一個整個 專業地位 還是勞動狀況的觀察 另外一個是 我們成立工會是為了改變社工勞動權益 可是為了改變社工勞動權益的一個前提是 我們工會如何經營下去 因為 一般來說台灣之前的社工夥伴通常都是知道社工師工會 我覺得到現在還是很多人 師工會跟職業工會是分不清楚的 工人的工會 跟公務員的還是社工師的那個工會 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我覺得這個不是我今天要講的重點 可是 師工會它是強制入會的一個過程 你每個 可能就是一年你要交他兩千塊 然後強制入會 那一年的累積的錢 是蠻可觀的 可是職業工會是一個自願 你覺得這件事重要 你自己來參加 你不交會費 我們最後只是除名你而已 我們沒有一個法律的效應 這個跟社工實在是跟律師不一樣 你一定要職業登記 你才能在那邊工作 但 社工這樣子的狀況 社工工會這樣的狀況 到底要怎樣 就沒錢 人慢慢有一點 但是沒有錢 你要怎麼活下去 那 一個衝突的契機點 那個契機點 黃金起義的一個重要的契機點 就是 那個 106 17的時候 3月3號 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 就是 民進黨的部分區的 吳玉琴跟社福總盟的 陳潔魯啊 還有老人福利協會的理事長 賴天福 還有立新基金會的行政處處長 他們開了一個 社福團體特性與勞基法的衝突與解套計程會 他們就是說 他們作為資方代表 讓他們那時候想要 那時候勞基法還沒修法 就修 那時候是勞基法第一次修法之後 他們就說 這勞基法 那是適合廠工的 不適合社福人員 就這一 勞基法就像一套衣服這樣子 跟我們社福的工作人員一樣 處處 不合身這樣之類的 可是那時候 工會的夥伴們知道這件事情之後 把這件事情說了出來 也確實獲得到很大的基層的回響跟回應 大家很神奇 那全台社工工會在3月9號公開回應 表達反對 這個應該是有史以來第一次 全台社工工會大串聯的一個日子 那一場記者會的標題 我記得是叫 明明長年裸奔何來處處不合身 這個是一個 這個 線上的一個自由記者 周孟謙寫寫 寫的一句 在文章裡面寫一句話 被我們工會拿來做引用 我覺得真的是非常貼切 社福團體根本沒有在守勞基法的 可是你今天卻出來 說 那個勞基法跟我們不合身 所以我們就很諷刺的選擇這句話 你就明明沒在穿衣服的 你還說這件衣服處處不合身 大概就是類似這樣 我們開了一個記者會 那 這時候社福立委 吳宇晴他在會後接受 N-POS公益資訊交友站專訪的時候 說取了一句非常經典的名言 就是 我們現在的社工都這麼累啊 他就講了這樣一句話之後 然後被報導出來 被寫了N-POS的 沙拉本名叫什麼 叶靖倫 叶靖倫 叶靖倫寫了這樣的一篇專題報導 然後接下來看到這一篇之後 基層的社福工作者 社工都抓狂啊 其實那個跟之前的狀況都 以前的案件的 重複案件都差不多 社工就抓狂 然後抓狂就是什麼 去灌你臉書 就社工就去灌臉書 灌他的臉書 然後很有趣我覺得 一般來說 人家不是不悔 就是不會跟你在正面衝突 可是沒有那個吳宇晴 我們可以看到吳宇晴的那個 助理 就在下面回說 怎樣怎樣之類的 就 他一不回還好 一回更多社工灌進去了 灌到最後 吳宇晴把他的那個 到現在應該還是一樣 他的臉書的留言功能 都關閉寄金這樣 我昨天晚上 我再點一下 還是關著你不能留言 以前是 只要你要留言 都可以留言這樣 可是到現在還不行 然後也很有趣的是 出席記者會的利息基金會啊 隨之成為眾所知識 那個PTT啊 開始爆料 就說 說什麼你有加班費啦 什麼怎麼樣之類的 就 開始有人留言爆料 然後 立新的執行長 就比這個寫錯字 執行長 有多次出面澄清 機構 而且他也出來說 完全遵守 我們機構完全遵守 勞擊法 結果不講還好 一講PTT繼續報 就是這樣連環報的一個過程 我們其實可以看到 社工很生氣 可是這些事情之後 社福總盟在爭議發生之後 就對外公開表示 我們會傾聽基層聲音啊 絕對不會枉顧基層的權益 那可是事實上 他們背後做的是什麼 他們是 還是向勞動部提出 希望可以指定社會團體為 勞動基準法的三十條之一 適用行業 可是這件 就明明說 我要傾聽基層聲音了 可是他背地裡 還是幹了這種勾當 我覺得其實 老實說蠻不值的 那這一個案件 後來在台北跟高雄工會 也去勞動部列席 當我們表達社工的意見的時候 就擋掉 最後暫時就沒有通過 這樣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 我們開始在思考啊 面對這種資方代表的社福世代 吳玉琴是什麼人 吳玉琴這一群人 還是說立心代表的這一群人 他們是誰 他們其實是上一個 解嚴之後的那一個 社會福利的先驅 這些其實都是很敬重的 上一輩的社福的先行者 可是其實你可以看到很 一個很特殊的狀況 我覺得也不是說特殊 就是到這個時候 當他們站到那一個管理者 還是說跟國家機器 站在一起的時候 成為資方代表的社福世代 他們卻對我們現在這一代的社工 做出這樣的事情 說真的我們除了生氣 覺得無助 可以做些什麼之後 我們可以留下些什麼 我印象很深刻啊 每次都是說回捐回捐 大家都說改變不了 這個已經十幾年了 你們這群年輕人幾個人 可以做什麼 我覺得以前跟人家說 我們要終結回捐這件事情 會被當成笑話 可是這幾年 工會出現之後 狀況好像開始有一點點改變 而且現在看起來是真的 我們要改變這件事情 可是在那個情境 二零 那個吳玉琴講那句話 那個情境 其實大家都很生氣 你可以看到 每次只要人家說社工是志工 還是說你們假裝棒賽 其實社工會做什麼 去灌臉書啊 很生氣 也是可以逼出集體的一個行動 可是那個集體行動之後 都一下子很高峰一下下來 上去 那就下來 然後 就什麼都沒有 我們好像沒有留下 留下一些自製片語之外 我們好像 到底留下一些什麼 我覺得那個是一個 做一個公會組織者 那時候我自己在 思考還有反省 那 這一股怒氣 情緒 我們要怎麼樣轉成 公會的成立 還是公會的成立 還是說公會組織的動力 我覺得我那時候在思考這件事情 那 我第一個想到的是 那時候社區 之前社區實踐協會有引進香港的造反梯 就是這句話顯得 社工造反 抗命無罪 那 他們其實也賣得不錯 就大概也賣了一兩千件這樣子 沒有沒有 沒有沒有沒有嗎 三 三四百而已 三四百而已喔 賣了那個 就透過捐款 你捐助到不知道多 四五百塊這樣子 可以得到一件衣服 這樣 那 但是 我們那時候 反過來一個思考的過程就是 因為我自己是 我家就是做成衣 起家的 我非常知道衣服的資料 然後怎樣 衣服有個很大的問題就是 因為那時候我們公會的人力還不多 你到時候衣服來你要大小 還有什麼 而且有個很重要的關鍵是 你會不會賣 我們做出來的東西會不會賣 我就說衣服如果叫了一堆 那沒人買 我堆了一堆在那邊 我就 剉賽 那個我一定被我媽罵到我死 所以我就 自己家在做成衣這個 就 敗壞門峰 這種賠錢的生意來做這個 我媽就覺得 我那時候因為我媽問過我媽的意見 我說 欸媽我來做個社工的衣服 會不會來賣什麼 我就被我媽就分析給我聽這樣子 就 我就決定放棄這件事情 就覺得 不可以 因為那時候我想不到什麼 然後那時候我們公會之前 所以在那之前我們有先做一個小小的嘗試 我們公會那時候剛成立的時候 我們想說 因為那個 X公會阿 XX師公會 他們很喜歡送那一種 保溫品 然後上面寫的 XX師公會證 這樣之類的 就覺得 收到那個 沒有質感又沒有品味 對 對不起 沒有別的意思 只是我個人 純屬個人意見 不代表公會立場 對 就覺得 還是你們有說過什麼 對 就沒關係開直播 開直播也 反正影片很黑了 也沒辦法人家再講 那 可是我覺得 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其實我們不是 黃金奇之前 不是 大家現在看到的都是成功的那一種 好像 那沒有 我們自己是 在那前面其實我們公會內部 做不斷的討論 還有甚至 我們也有做這件事情的嘗試就是 那時候想說 我們做一個金之眼的東西 讓會員加入我們 大家會因為這個東西來加入我們 有沒有很天真 這樣子 那時候就這樣 我們真的做得很漂亮一個 這是純牛皮的 手工縫的 然後後面是一個 工 就是我們高雄公會的LOGO 這樣子 啊這是純牛皮的 對 就想說 那時候是想說 我們就是做好 會員入會 就是送這個 那我多做了 20個 這成本很高 純牛皮的成本非常的高 大概 這樣子的狀況 就20個應該賣得掉吧 總共做20個 沒有沒有我們會員 那時候 大概就40個 所以我做60個 我大概就做60個 那剩下那20個都是庫存 這樣子 就都 後來有賣掉啦 現在還剩7個 對但是 那一個 這個過程裡面 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我那時候我們的想像說 這個很精緻 大家應該會很喜歡 你要 就讓大家覺得 欸這個其實單價 不抵買 因為我入會費 1200 你就乾脆你看 你乾脆就入會好了 那時候的想法就很單純 你就跟 與其要這樣子 花600塊 買這個 你就不如交1200 入會啊 一些活動什麼的 想說 這樣才會合嘛 那時候就想說是這樣 可是 這件事情讓我們意識到 好像 我們好像真的 太天真了 對 那個 沒有話題 連話題都沒有 就要一閃而視 可是 這個東西真的還不錯 我還有7個 如果大家想要 可以等一下跟我說 600塊就可以了 這樣子 我可以寄給大家免運 捐贈高雄社工公會 600塊 免運 等一下下面留言 我們會請我們秘書 去跟你接獎 就大概 會是這樣子 對 做秘書長 沒有什麼 能力 就是負責找錢 而且 負責把錢找進來 讓那個 秘書還有 理事們能夠辦活動 這是我最重要的工作 這樣子 但是錢都不是我在管 我從來不碰錢的 我只要負責把錢 然後讓人家捐錢給工會 之後都不是我的事了 這樣子 對 那 那時候就在想說 我們到底要怎麼樣 引起話題 那時候就想說 路線要晃 那時候就想說 吳語琦那句話 讓大家這麼賣送 我就跟我一個 保羅應該很有名 如果你在社工的這個圈子 保羅在線上 保羅在線上 阿寶謝謝你 我覺得 這件事情會成功 跟保羅有很大的關係 甚至是說 沒有保羅這件事情 是不會成功的 我覺得如果要講保羅這件事的話 保羅的 對社工的 效 宣傳的這個效 我覺得那個是另外一個 可以另外再講個兩個小時 可是今天不是要講保羅 我自己的臉書 網誌有寫一篇 那個 我忘記那篇網誌叫什麼 但是 我有特別 講保羅 我有寫一篇保羅效益的 那個文章 這樣子 大家可以去翻翻看 對 但那時候就是 我跟保羅開玩笑說 來試試看 來弄一下 我們大概做了好幾百 那就是 其實也就是很隨意 然後那時候就 因為我們那時候 這個其實就是 參考那個 社工造訪 抗命無罪 這樣子的那一種 書法字體 草書 有點草書 然後保羅就這樣寫 然後那時候寫出來好像 少了點什麼 少了點什麼 那種感覺 所以我們就決定 欸 黃底好不好 我們那時候試了很多底 然後那個就說 欸弄個黃底 就這樣一抹黃 那其實 就一抹黃這樣過去 好像可以喔 欸對 這個好像可以 然後就 我跟保羅就丟到 臉書上面 然後開始有人留言說 欸這個好這個好 我會想買 這個跟之前做那個 那個那個什麼 那個叫牛皮的那個 證件夾 對 希望大家如果等一下有人留言購買 謝謝 律師你們應該可以買一個 買一個 我賣掉一個囉 那個高雄那個 那個 寄下來 等一下寄給他 跟他留地址 有錄影喔 對這個有錄影為證 對對對 那種名片直接寄到那個事務所給他 對 就 阿寶就設計出了原型 還怒收他們禮物 這樣還不是 沒有沒有沒有 那個是 那個不一樣 那個不一樣 你不要害我被我們總物賣 對我們總物管這種東西 管很嚴重 對 那這個過程裡面就是 保羅就設計出來的東西 而且保羅很夠義氣的 就是說 他提供原檔 給我們弄 那那時候我就 跑去做那種 原版的 毛巾 我去做 四座版 那四座版弄完之後 那時候做了 三條 一條給 一條在 這個女生手上 然後一條 我們另外一個 公會的 夥伴拿走 然後另外一條給王真勇 那 這一條是我放在那邊 然後那一天 因為我要出去開會忙 我太太自己 跑去花蓮玩 然後他知道 會被我罵 所以他就自己說 他要幫忙宣傳 這個就在台東 還花蓮的 柏朗大道上面 他就舉了 這一條毛巾 然後這張照片回來 傳的時候我就傳給保羅 保羅就說 保羅就把這張照片 放到他的粉絲鏈上 然後就奇蹟就發生了 點擊破萬 點擊破萬 對然後 因為其實 我們幾個 所以是人 人的關係 這真的是人的關係 今天如果是我的話 可能就 效益就不是這樣子 對 黃金就沒有黃金起義這件事情 黃金起義 從頭到尾都是 一連串的偶然 這樣子 說什麼科學都是騙人的 那都是事後追加的這樣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結束了 對 可以可以可以 那 其實你有在當網路粉絲頁的小編 你大概都知道是 你一般除非是天安很爭議的勞資議題 你那點閱率才有可能破一千 破兩千這樣子 可是那個時候我們粉專才一千多人的讚 一千多讚而已 然後 網路可以點擊破萬 然後大家一直留言分享說 我要我要趕快出資 之類的 然後 保羅那時候很 講義氣的 就是他無條件提供版權 給我們高雄社工工會製作 這樣子 挺工會 我覺得這個真的要很謝謝保羅 我們給他的 那個 感謝跟酬金 就是我們多做了一條毛巾 然後全部工會的成員簽名 給他這樣子 就 他就得到這樣子的好處而已 就真的很謝謝保羅 對 那 就毛巾 就 好像有一點 這跟我們之前做名片假的經驗不太一樣 就 那個故事 出現 那個故事性跟社工的生活 有一點連結 我們感覺到這件事情好像可以做些什麼 然後 我就開始跟保羅 還有我們工會的內部的討論 我們想說我們讓這個活動有一個名字 我們要一個 一開始其實我們不是叫黃金奇異 一開始其實是 那個 桃園的 桃園的理事心號 有時候社工的黃金之亂要開始了 這樣 哈哈哈哈 這個聽起來很不錯啊 就覺得黃金之亂這樣子 因為是黃金這樣之類的 對 因為沒有毛巾 所以只能拿貼紙這樣甩一下 可是後來我們自己討論了一下說 黃金之亂最後是被殲滅的 就覺得好像這樣叫黃金之亂不太 不太極力這樣 所以後來我們就改了一下叫黃金奇異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們剛才一開始的那一張 那個黑底黃字的圖 那我們也很故意 我們就大概3月3號事情發生之後 3月9號 全國社工記者會 然後一些後續的回想 大家都看到問題 那我們大概東西也準備好了 那就是選在4月2號 4月2號如果你知道 在看影片的夥伴們應該大家都知道是 這是4月2號社工師日 對不起我不會叫他社工日 因為我都叫他社工師日 這個是個人的那個立場 因為他是慶祝社工師證照 頒訂的日子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訂在那一天 中午12點預購 到晚上12點 我們就預購12小時 那 老實說因為有前面那個 證件甲的經驗 其實我們很保守 我們一開始我跟保佬大概 我就跟保佬說 有50條這樣應該就還蠻不錯的 有時候沒有沒有 後來就說應該一兩百條有 說應該好 我們的同文城有兩百條 那感覺我們同文城還蠻厚的 這樣子 結果那時候想說 因為我跟保佬都是朝陽的 想說那時候自己的同學學長姐 都在當社工的話 推銷一下應該 人員沒有那麼差 應該賣得到兩百條這樣子 可是 後續那個分享的效應 我覺得很可怕 那一天其實 4月2號中午那天我印象很深刻 我覺得這輩子最可怕的那種 就覺得系統會當調那種感覺 那個 你那個訂單後台是那個 你大概每五秒就 因為大家都很怕搶不到 所以 因為我們那時候我們規定要五個人 我們一次賣五條 我們不零售 因為為什麼 因為我們公會的人很少 你一條一條包 很累 那為什麼那時候會選擇要賣毛巾 不是賣衣服 毛巾不用在那邊分 SM XL Y 什麼挖哥的 對 它就是一條毛巾就塞進去 那時候 就是這樣子 一次五條 我們就是一次這樣子賣 那 那一天真的是 大概每五秒就一筆訂單 啪啪啪啪啪啪 我們大概賣了八九百塊一千條 我覺得詳細數字我忘了 對 大概 可是有近千位社工 那時候的 那個 在線的人數是非常可怕 就讓大家一直 啪啪啪啪啪下來 這樣子 那 可是我知道我那時候 因為我那時候看到那樣子的狀況之後 我不知道怎麼說 但是那是一種直覺 我 因為其實那時候有很多人說 你為什麼只賣半天 你不拉長 我覺得那個其實是有後面的一個原因的 對 那 這個等一下我後面會再說 我先說 為什麼會寫社工有這麼累 我覺得其實這件事情是 為什麼那麼多東西 為什麼不寫社工好累 還是怎樣之類的 對 因為這個 在這個之前 這個看起來是很酷手的一個 的一個 發想 前面其實已經有一個非常 對我自己來說 因為我們一直很清楚 我們要做什麼東西 只是 那個東西還沒出現 但是在那之前 其實我們已經長期透過粉絲頁 累積非常實際的觀察 粉絲頁的觸及數 還有點讚數 分享數 你其實如果過於正面 肯定那個 社工是專業 那種老實說 沒什麼人會 有反應就點個讚 這樣子 然後就沒了 你那個其實很正面 肯定的字句 其實不太會引起社工社群注意 但是 你如果要持續宣傳 你又不可以太負面 太負面很容易引起那種 正義魔人出現 比如說你這樣 敗壞社工專業 你這樣子 怎麼可以讓社會大眾誤解我們 就大概 可能會讓粉絲 我們當然也是這樣很小心 所以 我們就選定一則相對諷刺 然後有點自問自答的疑問句 而且這又是吳玉琴說的 就給他 類似這樣子 就弄出了這一句 那 我們一開始 我們的目標就很明確 年輕的社工 是我們主要的訴求 的對象 因為這群人會上網 會上臉書 就讓臉書 依著度越高的 而且是 學生族群 還是剛畢業那種社工 這個是我們非常清楚 因為我們粉絲頁最主要的支持者 就是這群人 我們一開始 非常目標就是 明確就是 要打這群人 可是 你今天看起來很 酷手的那個之前 其實我們已經都對於 那種 語言分析 還是數據的那個字句分析 我們已經都 射公會有什麼反應 然後 會不會有道德魔人出現 那個其實我們前面 已經有一段 數據的累積 就例如像 我跟阿寶 還是我們的 公會的幹部 我們都會 針對這些字 做修正 還是做一個討論 其實我們粉絲頁 有一個非常 操作的過程 那這整個過程裡面 其實是 烏一群的事件 其實是一個 爭議 這個爭議其實對我來說 跟之前 段維宇 還是 之前那個曹小妹 在之前的曹小妹什麼 我覺得都沒有差別 你就廣義上 它其實就是一個事件 然後引起 注意 但是 這件事情讓它怎樣 變成一個實際的圖騰 以前我們的事情 過了就過了 可是 那個情緒一上去 要下來的時候 透過黃金 它變成一個實際的載體 那這一條毛巾 它承載了 那一個事件 但是那一個 事件不只是 那一個事件而已 這個東西 就透過這樣子的過程 變成一個 工會勞權的 轉換 這是一個文字 還是意義替換的過程 對 而且更重要的是 其實它變成一個 社工工會運作的 群眾支持基礎 為什麼 記憶跟反抗的實體化 我們製作毛巾 做一種宣傳 其實你今天 你只要在 活得厚一點的 通分層裡面 大概知道 這條毛巾是怎麼來 你就算你今天 不知道怎麼來 就像那天我們去 武衣的時候 就有一個老外 的記者 跑過來問說 你這條毛巾為什麼 人家會因為這條毛巾 來問你為什麼 代表他對這個東西 很有趣有興趣 他不是一開始就覺得 這群人很奇怪 他是覺得他想知道 他就會來問 那這還有一個更重要的是 以前我如果一樣是社工 我對你講社工勞權 講沒兩句 人家就跟你 打哈哈 這個好那個怎樣 就不想跟你談了 可是這條毛巾 人家會來問 你是不是讓這個勞權 這個很硬的議題 開始有一個 可以比較軟著路 我們開始可以說 為什麼會有這個 就是吳玉琴 他們想要修社工的勞動權益 然後社工的勞動權益 這件事情為什麼很重要 你開始可以把話題 帶出來 我覺得毛巾變成是一個 支持勞權的象徵 而且我覺得過去有一個 很重要的過程是 有人曾經質疑我們 為什麼要叫大家拿著黃金 然後到處拍照 我覺得社工有一個很大的 我們在嘗試做一件事情 就是讓社工現身說話 以前社工其實對勞動權益 自己被壓迫還是 有壓力這件事情是 不敢表態 在這個勞資過程裡面 其實社工是被 基層的社工幾乎是被消音的 那這個過程裡面 你把毛巾舉出來 其實你就是一種表態 我覺得那個上面字寫什麼 我覺得已經 會不會讓人家誤會 還是怎樣 那時候已經不是一個 太大的關鍵 當然我覺得 可能舉金的場合 可以 這個我們就可以再討論 那 只是說這個過程是 讓社工練習為自己發聲 我覺得我看到有一張很感動的是 有 有兩個社工夥伴 拿著那條黃毛巾 爬到玉山頂峰的那一張照片 那張照片真的我看到很感動 就 到底哪些 你會想背著那條毛巾去 玉山頂峰舉起來嗎 對我覺得那個是非常有意義 或許對有些人 他覺得神經病 可是對我來說 我自己看到我是非常感動的 那件事情 那 我先不說 他是不是支持公會 還是怎樣 可是我覺得他 那條毛巾對他的意義 我覺得他會帶到玉山頂峰上面 我覺得那個意義 已經完全不一樣了 這樣子 對 所以到底 這條毛巾的意義 會是什麼 這樣子 河河河河你在笑什麼 那個教主說 你結婚 要帶著黃金走 我不想理他 我等一下就講出他的名字 真是的 對 然後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以前我們 其實我們不知道夥伴在哪裡 我們以前其實不知道夥伴在哪裡 可是 你相對 你會跟我買毛巾 是不是 你會留下一個信箱 以後我們有什麼活動 我們可以跟你說 我們其實慢慢建議說 這些人 基本上 我自己的解讀 你會跟我買紅毛巾 你相對就是 欸 你會認識公會 然後想 會想要接收一些訊息 這樣子 至少是 友善的 不是那種 死硬派 的那種狀況 然後其實後面還有一些比較商業化的操作 就是 期間限定 然後分紀改版推出 其實 如果你有很專心追逐公會的東西的話 一定會發現一件事情就是 我們絕對不再版賣第二次 一樣東西 我們最多會改版 而且我們都是那個期間 賣完了我們就不會 因為 我深信的一件事情就是 老犬這種東西 你現在不追求 之後就沒有 老犬是不容後悔的東西 對我覺得 這件事情是必須要 被記下來 透過買東西 也要養成這件事情 而且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定期養成支持公會的習慣 我覺得我希望是之後 我們幾個公會的人 串聯推出一些商品 就 大概三個月不同公會這樣子 推出 我覺得 讓公會 因為公會運作是一件 社工公會的運作非常辛苦 那 這個概念裡面 我覺得在過程裡面 是接下來我們希望可以做的 所以 像現在我們剛賣完 我們剛那個 捐款支持完我們的那個 T恤 極度忙碌的T恤 最近很多人在 說要 加購 怎樣之類的 那個我們粉絲業 通常都不會直接回應他 為什麼 我覺得我們要養成 那個習慣 就是那個時候 我們在做的時候 你就要自己出來支持了 因為 我必須很抱歉的 就是說我們沒有那個 那個人 人力 後面在一隻 因為我們只有一次性的那個人力 大家一起 舉在一起 那一天大家 秘書處跟 欸我們連理事長都要來幫忙包欸 對 就是要大家分工包衣服 這樣子 加工區這樣子 找紙箱在那邊弄 我們就好不容易大家七八個聚在一起 就一次 一天晚上 兩天晚上聚好 然後 我隔天手在那邊 就郵差看到我們傻眼 就幾百個包裹這樣子 一式衣服 出出去 然後寄到香港 台灣各地 這樣 今天大家應該 在鏡頭前 大家應該都收到衣服 這樣子 謝謝大家 代表高雄社會公會 謝謝大家的支持 那 公會其實啊 大家都覺得 有時候大家會說 高雄公會很文創啊 怎樣之類的 可是 我覺得想要去 分享一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賣的 從來都不是商品 衣服 還是毛巾 而是一個 改變現況的承諾 我覺得大家買的那個 銀魚 其實公會都是拿來做 跟社工勞動權益 很有關的事情 但是黃金起義 它有幾個階段性的目的就是 第一個一定是情緒動員 社工很生氣 我們看到社工非常憤怒的 灌進去的 還有吳玉琴 還有那個 不斷在網路爆料 吳玉琴基金會的那個事件 那情緒 認同之後 我們要怎麼轉換 我們要怎麼轉換成一個集體認同 那個認同是什麼 我們社工有這麼累嗎 我們認同社工勞動權益的問題 我們認同社工很累的話 那我們可以怎麼做 那接下來就是一個政治動員的過程 這個東西就慢慢轉到公會的身上 然後接下來就是 公會要做的是什麼 公會要做的是一個建構 一個新的意識形態 到底是怎樣的一個專業體制 讓現在的社工會這麼累 然後沒辦法脫身 然後一年又一年發 不斷發生同樣的事情 我覺得公會一個最重要的承諾 就是我們要改變現在的這一切 那 這邊就有一個很有趣 對不起啦這個有直播 反正我也看得到 大家看得到就看得到 看不到就算了 我就簡單講一下 這個是社工專業 旁邊這邊是社工專業 這邊是我們公會的粉絲頁 這個是4月1號的時候發的文章 社工專業在3月27號的時候 就有一個社工日展現 社工力的活動這樣子 然後他們提供了非常豐厚的獎品 我唸一下給大家聽到 第一名是星光3月1500元的禮券 然後還有星光3月1000元的禮券 然後投獎一名是 免2019年那個長年會費一年 還是說參與2018的那個五折 那個課程優惠賣 反正這邊算一算啊 這邊算一算我覺得它這個成本 大概會是在七八千元 我覺得應該差不多 就是大概至少五千啊 那我那一天我記得 我記得很清楚 我就跟我們家實習生說 來督導讓你看一下 宣傳我只要花一百塊 我就可以做到相同的宣傳效益這樣 可是大家要先看一下 社工專業的粉絲頁的戰術快一萬 我們的戰術大概兩千七百多 兩千八百多 這是三千對一萬 那個基底部一樣 先要讓大家知道一下 那 這個貼紙是那一天4月1號 在台北那個 暗淡社工日的參加的都可以拿的 那一天我叫我們實習生 因為我沒有去 那一天是我們理事長跟我們實習生去 我就特別交代說 你拿10張回來 那那時候他問我說要做什麼 我說晚上你就知道這樣 然後晚上我就做這件事情 我們就抽貼紙 我做剛剛一模一樣的事情 你就分享 我記得我是說分享是什麼 我記得好像是說分享社工事勞工 寫社工事勞工還是什麼之類的話 然後take兩個朋友 那我們最後的分享數是 78 分享數是78 然後社工專寫的好像 而且我只有 我好像只有一兩天這樣子的活動 我好像只有一天限定這樣子 可是社工專寫的好像到月底 截圖的時候好像47次分享這樣 就大概也是他們的快兩倍 沒有完勝 對 沒有完勝啊 就謙虛要謙虛不能不會 我們就寄貼紙 我們真的就是寄貼紙 我們就說你留言 然後你免運費 我們寄掛 我們是寄掛號平信 我們就寄平信過去給那個 很多人 很多人很喜歡貼紙啊 這個貼紙成本 多少 我們當初做這個貼紙 我們花了一千塊做了一千張 然後 我三天就回本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第三天的時候 有一個人拿了五張貼紙 然後就捐了一千塊 所以我貼紙的錢已經打平了這樣子 對 我覺得 其實重點不是花多花少 而是 在上臉書的這一群人到底要的是什麼東西 然後他會為了要這些東西 會跟著你一起行動 那接下來這個是 我們在社工全面勞動調查 3月15號的時候 有一個全面封測 我們做這個 這個是我們自己拍的宣傳圖 因為那時候是要 其實重點是要大家填問卷 但是 我們那時候準備要賣衣服了 所以我們就 這個是我朋友 他其實他不是社工 他是 他是那個 賣魚的 大家是做漁產的 他最常做的事情就是 他 常常就抓了兩隻龍蝦 就說 欸 曲賓月這個給你媽媽晚上煮 這樣之類的 還是說 他就拿兩尾 說一尾叫你老婆拿回去 那個 校經理岳父 他就很常對我做這種事情 然後 那天要做問卷這樣子 那時候 3月15我們看來再填問卷 然後 那時候中漢就想說 已經大概 那時候是幾份 一千份的時候 還是八百份的時候 八百份的時候 八百份的時候 我們想說 要再沖一波 他們兩個實習生 就跟我說 欸 要不要再沖一波 我說要怎麼做 你們就想一個計畫給我 然後他們兩個就 來說那來抽衣服 我說好 那來抽衣服 衣服我們那時候 預購價是四百五嘛 對不對 我們就說 這個就是花五百元的宣傳極限 這樣子 那 為了抽這一件衣服 最後我們達到的總數分享 是一百六十四次 這樣子 然後我有被一些朋友 私訊抱怨說 媽的都被你們洗白 整個週末都被我們洗白 這樣 因為就 而且挑好我們就是 周末那一天做這件事情 就 一方面叫大家填問卷 然後就是分享這件事情 讓大家抽衣服 對 就 大家知道要做什麼 然後 我覺得如果聰明的人 應該也知道 我們明年可能會推出什麼東西 這張圖已經有暗示了 這樣子 我其實都是有做一個 暗示的 那個東西 這個社工魂是我請一個日本的書法家寫的 對 那 這邊還有一個外溢的效果 就是 這個要謝謝霍山 106的時候 6月進步社工論壇 那個香港社工學聯 來 然後他們就跟我說 他們很想要黃毛巾 可是 堅持己見不再版 這樣子 然後我們後來想了一下 就說好嘛 那 不能再版 那我們改版 五月天的CD 很愛做這種事情 對不對 不不不 對啦開玩笑了 然後 就 因為這個是 很多CD 人家會改版 我是想到這件事情 就可以改版 再賣 那這個時候就會 想說 那我們就換成黑金吧 那 這個時候就跟阿保羅 在討論說 那賣到香港去 結果保羅就跟他們接 那天保羅也有去 就跟他們接起來 然後我們 我跟保羅還有接受 這一群學生的專訪 他們還有寫一篇報 那我們把這一次的行動 叫暗夜曙光 我覺得他們的狀況 其實 我們有一點參考 雨傘 雨傘革命的那個過程 其實就是 他們是黑底黃字 跟我們想法 跟我們黃金奇銷 他們叫暗夜曙光 那 這個部分也就是 保羅還是真的很夠意識 他就是 把這個版權 給台中 對那個 他現在要換名字了 這個單位的名字 我一直記不起來 那個時候是叫這個名字 對就是 他們現在是台灣 那個台中的社福產業工會 這樣子的籌備小組的成員 他們 賣黑金 他們就港台 那時候一起賣 大概 這件事情 可是這件事情我覺得 就可以回到之前是 如果我那時候 我已經把量衝到最高點的時候 大家不會想買 我那時候就是 半天我就截止 我有留一個大家想要 但是有些人還沒買到 可是黑金出來 他們就 可能會轉而去買 還是說買過黃金的 很多人也會 再買一條黑金 這樣子 我覺得 這個我覺得是一個 疑過癌的過程 讓其他夥伴 我覺得 因為這樣你看 武衣群的一句話 高雄 跟台中的 中部的夥伴 都有一個 都有一筆資源 可以繼續 做 倡議的工作 我覺得這個是 這已經不是行銷 我覺得那個有一個 跨地的結盟的過程 這樣子 那 我覺得 因為香港的學生 也很棒 大家不知道 這面牆 我覺得 對香港的 同學這面牆 是一個很有意義的地方 這是他們的年榮牆 他們在雨傘革命的時候 他們貼了很多 他們對於民主自由的那個 Memots 他們的期待 就 那個什麼 真普選之類 他們貼了很多Memots 在上面 他們去把 毛巾 貼在 掛在 正面牆上 我覺得 其實 港台的社工 共同面對 新自由主義的 新史 還有專業 自主的連結 共鳴這樣 我覺得 這一個連結 有沒有可能在 更一層的利益 我覺得這個是可以一起思考 為什麼 社工有這麼累嗎 這件事情 也可以讓香港的社工 同時感受到 這樣子的共鳴 我覺得這件事情是很值得思考的 可是我還沒有很深的去思考 我覺得這不是賣東西說賣到香港去而已 我覺得不是這樣 那個背後有更深的 為什麼香港的社工也會遇到這樣的問題 那這幾年我覺得 香港社會 也遇到一些總而治 還有一些 相關的 自由民主的問題 我覺得這是香港的社工 他們 跟台灣有非常 類似的處境 對 我覺得這個可以好好 大家可以一起討論跟思考 那 整個行動的效益 我覺得就像我剛才前面的來說 對我這邊分同文層跟非同文層 那 對同文層來說 黃金起義 它開始讓社群網絡 然後串流拓展 不斷的拓展去同文層 會覺得 你會覺得有趣 像 我也是認識翁偉 才知道說 我們的毛巾什麼 他都有買 我就覺得 這個還蠻有趣的 對 衣服什麼 他都有買 就鐵粉的概念 就覺得 還蠻有趣的 我覺得 這件事情 而且他也是對我們勞動權益 會有興趣的 這樣子 這個 到底 而且我有 我今天聽那個 中部的一個夥伴 我們今天去監察運開 還有中部的夥伴有跟我說 他們有一個獨島買事件 他就上班 那四天 那每天換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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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覺得 而且他們會一群 那個中心人一起穿 然後去開會 這樣子 聯繫會的時候 一起穿去這樣子 極度疲憊 還是極度忙碌 這樣他們就一群人會一起 坐去 那 我覺得黃金變成一種分享社工勞動議題的媒介 那同時也變成在認同 公會在社群內形成的一種勞權的象徵 我覺得那個是一個 跟過去有一個很大的轉化的過程 我覺得這件事情是 在保羅的協助下 我覺得我們有做到這樣的一件事情 那 重視勞動權益的社群夥伴慢慢的現身跟集結 我覺得其實在武藝的街頭上 如果你沒有做手舉牌 你就舉那條毛巾還可以遮太陽還蠻不錯 我們的毛巾的資料還蠻好的 因為那時候為什麼會選那一個資料 其實 我跟保羅 挑了很多家 那為什麼會挑那一個就是 我們做的東西其實很容易被複製 這個其實你要做 你就真的 你去找個人弄 然後 你要再複製 我覺得很簡單 但是 那個過程還有那個故事性 什麼 你沒有辦法 我覺得那個後面的人 沒有辦法完全去複製這件事情 我覺得那個過程的操作是很 很在地 而且是很田野的 我覺得那個是要一個很有經驗 經驗基礎的累積過程之後才做得出來 那 在整個政治的影響過程裡面 其實我們在這個過程裡面 大高雄總工會啦 還有 公格力 時代力量 綠黨 高雄綠黨 黃國燦有舉過我們的黃毛巾喔 然後綠黨的夥伴也有舉過我們的黃毛巾 這個過程裡面大家其實 因為黃毛巾開始有一些政治議題的接觸 那 整個過程我們重新來看 從吳玉琴的記者會所引發的爭議 變成社工勞動權益 是一種公共的引體 而且它可以延續 那 這是對同文城來說 那對非同文城來說的話 其實我們有受到這樣子的批評 就是 可能會讓不知道脈舵的人 覺得說好像社工很爽 為什麼社工有這麼累嗎 就怎麼用這種闖風的字 就是 就是流 然後那時候又是 我們鼓勵說大家拍照可以上傳 我們會放到粉絲頁 那可能就是有人會覺得說 是流於拍照字 還遠離社工貼近民眾的精神 老實說我 我 我接受這樣的批評還有這樣的風險 可是 我覺得回到公會的一個整個脈絡的話 我覺得宣傳的手法是可以改進的 藉此讓更多人了解事件的始末 避免物件擴大 可是我覺得今天也是因為 有話題你才會注意到 那我們也才有解釋的機會啊 要這樣一開始就 否定這件事情 那 但是我覺得進一步 這個是我距離丟出來的 進一步思考的是 我覺得我們常常會說 這樣子造成大眾誤會還是困擾 怎樣 導致交通大亂 我就舉個這個例子 那我自己就在想說 那黃金起義到底 造成了誰的困擾 真的社工有這樣子被誤會嗎 我不知道可能我同溫層 我都會被批評我躲在同溫層裡太厚了 所以我看不到這樣子的問題 但 我自己會再進一步想 假設說 當初黃金寫的是 如果說社工真的好累 還是寫社工好累 會引起話題跟注意嗎 還是如同前面許多事件一樣 消失在 眾人的記憶之中 然後再進一步的思考是 社工工會現在 目標到底是 全部的社會大眾 是全部的社工 還是 要優先聚集關鍵的同溫層 我覺得我們沒有 我自己 我自己啦 我自己想 是 我們要先把能找到的人找到 因為我覺得有些人 你花一分力 他就會認同你 可是有些人 你花了八十分力 你還是在跟他集同鴨獎 就 很像萌萌跟彩虹的對決 這樣子的觀念 對 我就覺得 那我們就先做好我們 能做的那一群人 先把那一群人 我就跟後山 討論 後山講的 我覺得蠻有感觸的 就是 現在連要布好同溫層都很難了 好不好 對啊 我就覺得那可不可以 我就先把同溫層整個 先照顧好這樣 然後大家這邊有看到 黑金的部分 這一條黑金其實 這一條黑金 下面那一條就是 香港的社工有這麼累嗎 的那個暗夜曙光 然後 接下來上面那條 白的只有 一條 那個是我們那時候想說 是 這個只有一條 是阿寶 寶羅特別做給我的 這樣 那個當初就想說 那個 你們有看過那一種 抗議那種最激進的 那一種 上面寫著 幹 那種那個 那個 公運團那些的 幹 那個 都一定是 黑底白字 那那時候就是想說 用這樣的風格 其實這個也很強烈 現在 全台灣只有一條 那一條在我身上 這樣 那個謝謝寶羅他又做給我 這樣 我們其實還有想過 我們想說 還有要那個 吃同志族群的那個 我們有一板 是彩虹的 我們有一板是彩虹色的 阿怎麼沒做 蛤 最近很忙阿 我們秘書有警告過我說 郭志南 你一年只能賣一次東西 欸 因為開收據阿 然後那個 對地址那個 真的很累 對 不要 那個 我有承諾在先 而且我覺得 就高雄公會阿 你一年做一次就好 因為我覺得一年大概 那個能量 可以讓我們做蠻多事 而且我覺得 也要讓其他公會 有可以做這樣子的 機會 我覺得資源 資源就是那一些 不要一次就全部是我們吃掉 我覺得 這件事是需要 合作跟解制的 特別是公會現在這樣子的狀況 對 那 這邊最後我覺得是想要說的是一件事就是 我覺得 社工的專業意識形態有沒有辦法再凝聚 我覺得其實是 好累這件事情能夠 我看到的是阿 透過黃金起義 我看到的是更精神面的東西 就是 好累能不能 社工好累這件事 能夠取代於 勞權脫鍋的專業神主牌 我們社工講社工專業已經20年 今年第21年了 那社工的勞動權益 社工的狀態有改善嗎 我們必須要很認真的面對這件事情 就是追求專業化專精化 社工有比較好嗎 可是 在這種情況下 我看到的是 當社工好累有機會超越專業主義 成為當代社工的另外一種 更貼近實物現場 而且是更自我認同的一個過程裡面 工會如何去掌握透過社工好累這件事情 讓社工更認識自己 然後辨識整個體制的壓迫 然後思考前進的可能 那 我覺得這個 很像漫威那個 電影的那一種 這是一個社工好累的 勞權宇宙 我覺得持續還在拓展中 大家有沒有看到這個 這個不是螢幕壞掉喔 這一個其實是一個非常有趣的過程 就是我那時候我是iPhone5的手機 我的螢幕快壞掉 然後就 阿寶 保羅傳這張圖給我的時候 我剛好螢幕壞掉 那個都會花 我就剛好這樣咔嚓下來 我就趕快送給保羅說 這個好像 這個叫什麼 那個極度疲憊 累到老眼昏花板 因為這個完全都是花的這樣子 這個圖看起來很漂亮 可是實際要做衣服很困難 因為他印不出那種感覺 所以我們還在想這個可以怎麼做 可是這個真的就是 我跟保羅很生活的那個過程 我們就是會討論這些東西 可是也真的保羅很厲害 這個只有我一個人是沒有辦法的 對 然後像這邊這樣子 我們 好累這件事情要怎樣 延續 像 你說社工有這麼累嗎 跟這件衣服難道都沒有關係嗎 跟後來的幾度 疲憊 疲憊 社工網路 沒有關係嗎 沒有 這個從頭對我而言 這個都在一個 同一個脈絡跟思想狀況裡面 為什麼 因為我們知道社工在意 在乎這件事情 而且這是社工的現況 對 那 最後 報告完畢 希望大家可以加入社工工會 改變社工專業 謝謝大家 交給洪偉 終於可以晃我喝飲料 都熱掉了 大家好 那先謝謝張正哥跟燦爛時光 給我們這樣的一個場地 跟舒適的空間 那其實 我也很感謝菊哥讓我有語權的機會 菊哥 菊哥 菊冰月 菊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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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金或是说穿着彩彩虹梯 某部分好像会被人家认为是 就是极度干燥的概念 就是一个潮 一个潮 那其实我觉得要有话题 因为他们其实是一个比较 算是新兴的工会 那社工这个群体其实 某程度也不是一般人 能够常常会遇到的人 遇到的人 那他们怎么样制造这个话题 制造曝光 那增加这个效益 我觉得他们是非常非常聪明的 那我再回到一个 因为其实我担任一些 一般的传统型的工会的顾问 那我看到他们怎么组织 他们的会员 最传统型的是劳资争议 透过劳资争议去 去唤醒大家的一个 劳权的意识 然后透过工会的力量去解决它 让他们觉得工会是很实在 很有用的 那反过来说 我觉得他们走的是另外一条路 先去让大家有感 有感 或是说让大家唤醒一个认同 而且他们其实走的是一个很软的路 像曾经我跟候三哥在讨论 都变高费 都变高费 压力很大 在讨论问题的时候 我会问他说 那当事人希望是 邱老师我要call他一个小时的那个词习词 就是我会先问他说 比如说当事人想要采取的是什么 是调解 是诉讼还是要什么样的争议 他说不要啦 先聊聊 先聊聊 先透过把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话题先聚合起来 也许这次的问题很容易被解决 可是他们能够聚在一起是比较重要的事情 那对于他们其实这种新兴型的社工工会 我觉得其实是怎么样去组织反而是他们的第一步 因为他们的敌人太大魔王了 因为其实他们的因为他们有些方案跟计划的关系 他们的大魔王其实是国家 不一定是个别的小雇主 那再怎么样在大家团结起来 然后去面对一些问题 我觉得他们做得非常好是 其实在这几年的经营中 他们很多场合可以去发生 不管是卫福部啊监察院啊 这样可能立法院 那对于你们来说 怎么样的去让社工愿意一个一个的站出来 我觉得透过举黄金打卡也许是一个机会啊 那为什么我们其他人没有想到过 那也许可能其他的行业更过了 更没有时间去打卡 我不知道 那有没有办法就是说 可能今天的听众可以去回想一下自己的专业里面 有没有什么可以引起大家共鸣的一个可能性 因为其实社工他们有共同性的问题 比如说过劳比如说加班费 他们也有他们单独比较特别的 像是回捐的问题 那怎么样在就是合纵连横的一个状态下去寻求更多的一个突破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蛮期待的可能性 那我也跟就是 呃光哥 是不是哥吧 为什么都要教哥 光哥就是阿光阿光 对那 他是哥 他是哥 光哥要尊敬他 那他教会我一个社工的一个技巧 充全 不是啦不是充全 是资源跟障碍 就是他的一个曲线图 对那我觉得其实那个菊哥他就是找到说 你们的资源是什么 我讲波他酒 哈哈哈哈 不行 他很严肃 他很严肃 就是这个工会里面的资源是什么 你们没有钱 可是你们有社群 你们没有人 可是你们有创意 那障碍是什么 可能就是社工可能不愿意出来 可能很害羞 可能觉得说我好像上街头就是一个不转野 或是怎么样 那我觉得怎么样从这个资源跟障碍的角度去做一个衡量 那我觉得其实我五一我也稍微的去参加了一下 那其实 因为我今天还要再开庭不好意思 那其实我看到的是什么 就是我觉得其实社工工会制成一个 制成一个 那甚至是可以撼动成为是一条主线的一群人 那我觉得其实他们是短短几年之内经营起来的 那我也非常看好 也许在三年在五年 他们会怎么样撞到他们自己 也许他们可以成为政策的决定者也不一定 因为他们的boss就是国家 那最后想要分享的是说 其实我在参与几次社工的一些讲座之中 我也感觉到一个很奇怪的感觉 就是社工的工作是负责承接一些被主流社会所不在意 或者说所分类成为比较次等的人 可是他们自己走的专业路线 似乎也是把他们社工的群体去区分说 我是最高贵的 我是大学研究所 然后什么 然后再区分成什么科大 然后四十五学分 我科大 就是你们明明学的是怎么样去承接住那种被分类出来的人 但是你们自己的人却是在做分化的一个工作 所以我觉得专业的追求是不是一定要从来源 还是说要从我服务的对象去做 我觉得其实这个东西能不能还是回到一个社工的本质去看待 要不要说你是二十五我是四十五 我四十五大于二十五 我就把比你好像厉害一样 那最后我还是要说在各行各业里面 也许工人的工跟公司的工 这个两个工会的冲突不会这么大 可是其实在我看来 你们其实有一些潜在的矛盾在 那怎么样去在必要的时候去做一些对话的可能 怎么样 不愿意对话 不愿意对话 不要乱贴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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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觉得很特别是 必要的时候 因为在很多行业里面 工人的工不一定会有工作的这个工 那个公司的工 像我们律师就没有工人的工的工会 所以我觉得其实你们算是很团结 因为你们有工作的这个工 工人的工的这个工会 那可以为劳动选一 那律师呢 我要呼吁我们就是进床前 各个的受顾律师 或是说法律服务行业里面的那个从业的人员 有没有想过说 也许你们有一天透过组织工会可以改变什么 因为他们其实也不知道他们可以做到什么 可是他们一步一步做了 那工人的工是有可能会组成一个工会的 那律师呢 各位律师呢 对 好那简单分享到这边 谢谢 我们有人要讲话吗 还是就这样子 还要说什么吗 还是镜头前有个伙伴有问问题 真的有人看吗 有 好可怕 二十几个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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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算少了 刚才还蛮多 刚才到三十来个 我跟欧律师 你自己是所长 我看你的名片 对对对 所以你是资方 我会顾上次 我会顾上次 他是顾者啦 他吃顾者 那更了不起还是资方 还呼吁大家组织工会 没有因为其实我的那个受顾者都坐在现场 对 其实我还在摸索怎么样就是跟他的互动 我也在学习跟调整这样 好 对对对 参加时光的这个场地好的 好的地方现在很小 所以听众也跑不掉 然后我们现在有 而且我们现在有无线麦克风这样的技术 高科技 所以我们会把麦克风传下去 然后每个人 我们的规矩就是每个人都要拿到麦克风 那 可是就是包佑你有发言权 你不要讲话的话 你就把麦克风从右手拿到左手 然后传给下一个人 好吧 好那我就从最近的开始 所以他是 你们是同事 还算 不好意思我其实有点好奇就是 刚刚你有提到说就是 希望先把同温层顾好 但是就是你们对于 就是你们自己同温层的定义是在 就是那个线是画在哪里 因为感觉上其实 像几次的就是 校园的苍蝇活动我被我去参加 那我会觉得说 呃 就是人数可能可以就是有改善的空间 那你是去哪个工会的 你是去台北工会的吗 我们高雄昨天办的活动 大概六十几个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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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其实活动我们都是公开 大家愿意来听 来对话 那 我觉得有些就是他从头到尾 他 我说的非常不诚 一般就是他也不会关心你到底在做什么 然后就是 觉得你做不好他就会批评你 我觉得这个是一直 我就是从事工运你一定会遇到类似这样的事情 人家觉得你路线不对啊 还是觉得你做这样子 不好 甚至有时候你会遇到一个更极端 我现在都会觉得凉一点了 他都没想到 对 有时候你觉得你更极端一点的就是 你会遇到类似 就是像萌萌跟彩虹的冲突这样子 就没有办法 他就觉得你这样子 我曾经在一个演讲的场合上 人家遇到另外一个单位他跟我说 你们工会太激进 然后我们相对走比较温和的路线 我们是你们的后勤 我当下听完的时候我真的 我们家里市长说 旁边他这样子压了一下我的脚 就因为我比较暴躁一点这样子 可是就觉得 吃豆腐也吃得太难看这样子 我自己会这样觉得啦 但 我当下我没有再多说 就不讲话这样子 可是我觉得 就大家路线不一样吧 那 那工会到底这样子做是激进吗 我觉得如果 像翁律师刚才讲的 我们已经是非常 温和 如果工会这样子叫激进的话 讲实话出来就叫激进的话 那我觉得 社工被交成这样子 我觉得还蛮可怕的 我不会说可悲啦 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这样子蛮可怕 至于说 同温层 非同温层 我觉得 对话或许必要 但是如果说对话 已经变成一个 你明明知道一定会冲突的时候 你们觉得彩虹跟萌萌可以对话吗 我 你跟回事拿他们做比 没有我觉得 那个是最现在最热门的 那个 不要乱开战场 我没有乱开战场 我觉得 对 那会问你 是会站在蒙毛路上 我们高雄社工工会是公开挺同温的 对 我觉得这个我可以讲 因为这个是李建市会 开会同意决定过 我们的粉丝页上面也都有 这样子 对 我觉得这个 没有什么好回避 因为这个是人权 对 那不是民法 这是人权 我可以很清楚表态我们的立场 这个还好 我没有乱开战场 对 大概是这样子吧 嗯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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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想要请问一下菊哥 就是 不要学我学坏 叫菊彬月就可以了 我退让叫菊彬月就可以了 菊彬月先生 那你是叫菊哥好了 那 想要请问就是 接下来 就除了 就是 今年已经卖过T恤 那 之后公会主要的 运动 或是所重在什么方面 运动 今年的宣传 我们T恤卖完之后 我们最主要就是 今年我们现在正在寻觅 我们帮这个正式的办公室 或办公桌 就跟人家联合一起租 一个办公桌的位置 那这个会有一个定期的开销 那另外就是 我们其实有一位秘书 他非常的辛苦 我们希望说 一个月可以补贴他 一两千块的 微博的薪资 其实就 古天那些行政开收局 那个其实是非常繁琐的工作 我觉得 不要一直是工会 一直做 我们既然是叫工会 我们就应该尊重 劳务付出 这件事情 我觉得 不是变成一个很理所当然的 这样子的 道德博学 我觉得不要这样子 那这个是 这些都要花钱 我觉得 成就这些理念都要花钱 然后另外就是说 我们今年有一个行动 就是想要 我们想要把社工工会的 网页做好 那透过这个网页 我们希望把整个高雄工会 或是整个社工老权的过程 历史记载清楚 因为 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是 粉丝业宣传有它的极限 粉丝业其实就是一个很即时的讯息 可是 你没办法累积 或者是一个资料库的汇整 那 透过网页 我们也希望能够到时候 发展出 线上捐款 还是一个更即时动态的影片发布 还是 留言版 就像是 假设之后 如果有机会 翁伟律师愿意帮我们忙 就是 有社工 有一个翁伟律师专 我们趋社工上面写问题 然后 翁伟律师如果晚上觉得有空 想做做善事 就可以这样子 写一下 那个 写一下回应 这样子之类的 我觉得也蛮不错的 就 这个 这个 我觉得或许 那个想象会很多 只是那个网页会做成像什么样子 我们还在 思考 但我觉得那个网页会是一个 我们下一步很突破性的 行动 我觉得现在网页会是下一个行动的一个主要的标的 对 那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是 我觉得今年把这些活动做 这些是内部的会议做好 那 还有 因为我觉得今年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 我觉得还是要拿着这个 我觉得因为今年一起梦想 本来卖衣服的钱就是要拿来 那个 做一起梦想的 这些事情 只是今年 那一笔钱一起梦想出了 所以我们把 这一笔 钱挪到说我们做工会会内的一个更健全化组织的过程 因为我们理监事会和秘书处有一个共同的理想就是 让高雄社工工会变成一个正常化的组织 而不是一群热血青年一直在做功德 我觉得不应该是这样子 因为我觉得大家都要过生活 所以你跟秘书都是 我们全部 全部全部全部都是 无级职这样子 甚至有时候 出来这样子演讲 我们自己都自动会捐一半的 捐一半的钱回去 车子当然我们会自己收下来 但是如果假设说当场还有出席费什么2000块 我们基本上我们的习惯都 会捐一千块回去 这样 那时候我们的理事长就说不用 这件事是因为你有花你自己的时间去 就留下来 我们后来我们还是自己会做讨论 就参考各个的意愿 这个没有强迫的一件事情 这样因为工会老实说 我必须很真心的说 我们今年七月才成立第二年 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会走到这样子 那个 我们记得我们要成立的时候一直被问说 你们的使命啊 你们的想法理想是什么 老实说 我们不知道啊 那时候就想说先把工会成立起来 要找到三十个人成立 我就觉得 那时候三十个人要找同文成就很难了 对 就觉得同文成这个字好敏感 可是那时候连要找三十个人一起出来成立 就是一件 其实就是一个蛮辛苦的过程 然后一路走到现在 特别是今天 走进监察院 卫福部也走进去过 然后今天甚至走到 为了社工劳动权益 走进监察院跟监委陈述 第一线社工遇到的问题 我觉得 如果不是站在工会的这个位置 很难做到这样的事情 以前说要改变回捐 人家会笑你吧 还是就说 啊你就换工作就好啦 干嘛一直要呆在那种回捐的机构 可是 改变问题的逻辑之后 离开社工界或是换工作 然后回捐就一直存在吗 回捐我们听了二三十年了 他不能被改变吗 我觉得社工司法有改变回捐吗 那工会今天提出了另外一个 选择跟选项 值不值得被信任 那我觉得 就让时间考验吧 虽然这件事情不是 这件事情从来都不简单 但你愿不愿意去做 工会今天提供一个 空间跟机会 那 那 桃远的 星号里是 陈星号里是讲过一句就是 工会从来都不是敌人 工会不是机构的敌人 对 其实 机构只要好好对待社工工会 怎么会去 找麻烦 才没有那么闲欸 每天回来工作累死 还要接劳之纠纷 然后有时候电话打来就说 诶那个是 高雄社工工会的秘书长啊 我们想要 然后有一点问题想要咨询 这样就觉得 又不是吃饱没事做 我都 我妈上次就跟我开玩笑说 如果这些劳之纠纷一次可以抽个三成还是两成的话 那我觉得好像也是个蛮不错的正式工作 所以好像也蛮有道理的 一次那个劳之纠纷如果可以 社工好像都可以拿个三四万回合 我每次抽个三四千 我一个月接个四五按 我上次处理归一个快五十万了 那个如果可以抽个一成的话 就五万块 我就可以跟翁伟一样升价了 这样 就觉得 可是没有啊 我们全部 花一整个晚上跟他 坦出来聊聊 这样子 但是他可能聊完之后 他就消失了 那个机会蛮高的 可是 这是每个 这不是高雄在做 就是每一个工会都在做这样的事情 有这样的一群人存在于台湾的社会工作 那 我觉得不管大家是支持 还是 甚至是不看好 但 我觉得这件事就是确实发生 然后正在做 那 可以做到什么的程度 走多远 接下来还想要做什么 我其实很害怕人家问我说 你接下来还要做什么 其实 结婚 对 我觉得要把自己照顾好 这件事情 你就是失事 不做任何对外宣传 对 就 这件事情 我觉得是 公会内部 其实我们高雄公会自己内部 讨论的频率很高 对 可是那个过程 其实是很 很消耗的 而且因为 平常有一堆行政事务 你要处理 人家像最近出完货衣服 就是一堆人衣服大小不合 记错啊 还是 少记啊 就对不起真的 包货嘛 那个我们这两天 会尽快处理 这样子 对 可是 大家都还是一起 很任命在座 而且都没有抱怨 在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个司机群 很棒 而且 不只是高雄比较 台北啊 桃园啊 台中 南口 台南 我少讲谁啊 挖脸 对 好 很怕少讲谁 跟他看一下 新北 对对对对对 差一点齁 水塘考试 好可怕 我觉得 我觉得 大家正在改变什么 社会工作专业 因为社工工工人会改变 对 大概 希望有回答大家的问题 谢谢 谢谢 大家好 有点不太想要被拍 因为 因为 就是 怕被老板知道 对 对 因为我是另外有在外面做 NGO 产业工会 就是我们 尊敬当成一 对 然后 因为有些成人 其实也不是社工 可能他们有这种需求 都会来参加 这样子 虽然可能跟社工 就是其实也差不了多少 对 不过因为他们可能 大学不像社工 他们是一路这样去培养上来 对 就不太一样 那 其实 其实我今天是想要问是说 因为我其实对社工 就是相关工会 没有那么熟 就是 想问说 那 就是社工工会 有没有那种联合会之类的 对 然后 第二个问题是说 那 接下来 因为社群 网站嘛 Facebook 就现在人 用的人就要越少 年轻一辈的就是说 用IG 或是D卡 对 那你们有没有 考虑说 未来要开放其他的人 有这种 这种 软道 谢谢 关于联合会的部分 是 有七个 只要有七个地方性的职业工会 就可以组一个联合会 可是 现在大家都刚成立而已 你就要说要一个全国的 我觉得有这样子的需要吗 我觉得这个大概还要三五年之后 才 当工会变成一个非常 因为我们不是像 施工会那样子 是 法律就强制每个人要交钱的 对 所以他们有稳定的裁员 可以运作组织 工会现在都还是草创阶段 你就 大家内部都还不一定搞得平的状况 所以我们还需要一点 时间等待 那刚才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对 我有点忘记 第二个问题是 接下来会 那ig 什么那个 或是迪卡 对 迪卡 老实说 我进去看过之后 我就觉得那个世代离我太遥远了 那个我没有办法 我还在观察 因为我有一个问题是 我还没有 迪卡世代的 社工 在我旁边 给我意见 像我们那一 我们昨天为什么会开LINE群 就是有那个 大学生 因为我们昨天有 素德 大同 长龙 还有 评科的学生就来 然后就说 你们有没有LINE群 他就这样问我 然后 我一直知道我们要做个LINE群 可是就那个不是我很 我就其实就 平常我的LINE就是 我老婆会LINE我而已 其实没 没什么朋友 边缘人 所抢角 我的LINE就是老婆专用这样子 对 不然我平常我是用Facebook 这样子的习惯 我的习惯是Facebook世代的 对不起 MSN MSN 世代 ICQ我也有用过 对 ICQ 对 那 那 昨天他们那些学生 一说啊 我就问了我们旁边的几个 年轻的 美少女社工 这样子 他们就说他们有啊 他们公司就是 他们公司的LINE群 就他在用的 我就说你现在去抓粉丝业的 那个头标 那个标签 高雄公会的标签 现在创一个LINE群 我们就当场就创 所以你们今天就可以加 对 我们就马上有用 然后接下来要学习怎么用 操作可能 会 一群人一起在讨论说 我们要开始怎样 养成一个LINE群的使用习惯 那至于IG的话 IG的行销有另外一套的运作逻辑 那这个是商业机密 我现在不太想跟你们说 这样子 对 那个我们 我已经有在准备 但是我现在 还没有准备要公布 所以我没有在准备这件事情 这样子 对 因为 政治大学的船院 就是 很多网红IG的大本营 我有跟一些伙伴 请教过 怎么做这些事情 我有去观察 长期追踪哪一些 讯息然后怎么拍 然后放哪些照片 写什么东西 那个有一套 我不知道这会不会成功 但是就 我观察套一套相对可以 运作的逻辑 只是这个 接下来可以怎么做 要思考一下 对 IG这件事情 对 因为 我老婆就是个很爱 她只要看到那个 网红的那个餐厅 有那个什么一面 什么蝴蝶墙 还是什么 她就一定要去那边打卡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是可以思考 因为这个衍生出来 就是 我们之前高雄公会 有想做一个 Hot Tag的墙 我觉得说不定可以跟 张震大哥合作 因为这边就可以白点 就是 就 这边有一面墙 然后这边就挂满各种牌子 这个之前那游敏的那个单位 有做过 又是边缘人 然后什么的 我想要写一些社工负面的字词 然后就让他 拿可以 来拍照打卡 我觉得我有想过做这件事情 而且 那些字词 什么 我们已经都 有用过活共弄 因为之前 保罗那边有玩过一个 小游戏 就是 一句话呢 入社工大赛 社工看到什么话 会抓工 就是 你只要把那些话 弄在那边 我相信应该会有一些 想要来玩的社工 就自己来这边打卡 张大哥可以考虑一下 要不要跟我们合作一下 那个成本不高 我自己都去估价过了 对对对对 下次这个可以想一下 我觉得其中一道影影 干脆可以做这个 那个 社工负面的 那个什么 一句话呢 入社工的那个 ASTEG的牌子 拍照 每个人来这边拍 然后可以做一个活动 再重新做一个选讲 我觉得这个或许也是可以做 因为 因为 在认识张真大哥之前 其实 我有去看过 山鱼书店那一种 就看看他们家 能不能合作 只是还没有 因为就不认识人家 还是像一些 比较 可以做这些事情的地方 可是就没有谈成 就是说 之前去年的时候 就想做这些事情 只是就 还没有做 那个 这是因为IG 可以再延伸出来的东西 可以再给你们 参考一下 我其实 我老婆都说 我脑子装实 很喜欢想一些 有的没有的 就是就 看到什么 因为 我不知道可能 从小 就是跟着妈妈摆地摊 那种直觉 我就觉得这个会卖 哈哈哈哈 那是很直觉的东西 就觉得 我觉得怎么会卖 就大概 实际上 或IG 有在 处理 然后像最近有一些 像昨天朱家安 在分享 我们昨天请朱家安 来高雄分享 他有用一个类似的 那种 手机软体 就好像一个聊天室 你只要在这场会议里面 你就可以留言 然后旁边有人 按爱心 就会浮上去 这样子 昨天我们就那个 几度忙碌 我就一直 我就叫我们的 工会成员 留那几度忙碌 T恤一件六百块 现场价 然后就 全部人登陆进去 按爱心 他就一直浮上去 这样子 所以大家都会被迫看到 大概 我们自己 那个软体 我们自己也在 干部也在熟悉一下之后的活动 或许可以 用 我们工会 都有一些科技的运用 什么的 我们还蛮敢尝试的 对 像那个 直播抽奖啊 那个我都会啊 我会戴黑武士的面具 那个其实就是我 其实大家都知道 全造式的黑武士头盔 还有光剑 然后有特效 那种 就会还有变生气 这样子 声音会变黑武士 I am your father 那种声音 就会用那样子 开直播然后抽奖 就 那我自己也爱玩 那样子啦 就大概 还好 只是我的直播 通常都没什么人看 所以就觉得 那个 之后会再想一下 我们家工会的美少女们 可以怎样 做这些事情 可以想一下 对对对 还是欧伟律师你们下次 你们律师团可以 所以我就跟欧伟他们 谈说那个什么 线上咨询的 那个直播还是影片 对 就大概 就想一些有的没有的 我还 蛮有兴趣 可以讨论一下 互相激荡一下 这些事情 IG是下一个经营的战场 对 大概是这样 这个 很尖锐的 这个 某某 我 我为什么会尖锐 哈哈哈 搞手要出手 哪有耶 其实我 其实我是要 你不要哽咽 你不要哽咽也 激怒 好 激歌 哈哈哈 哈哈哈 我有办法跟那个 插单位 更拒绝往来 住 其实我没有非常具体的问题 但是我真的是要表达 对于激歌的警特 哈哈哈 哈哈哈 因为听这一串就是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印象深刻 就是其实我不要说就是其他工会 就是因为我在妇女心肌肌育会工作 那其实以我们其实今年已经36岁的一个就是NGO组织 那呃其实向来都会 向来都觉得进入就是说这个行销跟任逢这块非常困难 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哎好像最近婚姻平全的那个彩虹 亮的一个鼓马其实被炒得很热 但是其实那都不是我们干的 哈哈哈就是对我们来讲这其实完全都是还是一个陌生的领域 所以我就会再看到就是尤其高雄最终工会这边就是出来T恤出贴子 然后动作超快然后一个一个的时候然后今天听你分享就觉得说 哎你其实每出一个东西其实都有在去看他背后的这些效益是怎么样 然后再去反省说哎那我们下一个可以怎么样去做更好 那我觉得你们在这边其实整个思考的套路是非常非常清楚的 然后跟运动其实结的进程都结合了非常的离开 就是每个时间点当然有些时间点他可能是有些是巧合 但是我觉得那个巧合也是很精确的有去抓住 对那我觉得这一点其实真的是非常厉害的 所以我今天真的是要跟居哥 哈哈哈 对真的是太厉害的分享对谢谢 浩哥 三哥 三哥 三哥搞不好上个景拍式 哈哈哈 没有 这里大家 再说 张正大哥以外 现在都可以叫他《G哥》 哈哈哈 哈哈哈 就是有被表的感觉 哈哈哈 所以要叫一声《G哥》 哈哈哈 我也不知道我要讲什么 我今天会主公会就是因为沈厚三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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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插手 先插手 完蛋了 那我 好吧我交個眼神醫生好了 我等一下 沒有啦就是 我在想說我要不要問很困難的問題呢 還是 我今天已經很累了 然後我就是放棄這件事情 你可以問問題 那就是 剛才有在想一個問題 然後我來問好了 但是這個是很難的問題喔 沒有啦 我們有在講說 像剛才在講聯合會 或現在有九個公會 那 就還蠻有意思的 是想要看是說 那高雄公會 或甚至你自己一個秘書長 那你怎麼 自己怎麼擺在這 九個公會的位置 是什麼 你怎麼看待這九個公會 他的狀態是什麼 然後在跟他們的合作啊 或者是 或者是 這一年 因為有這個啊 就是在去年的時候 然後一連串的合作 到今年也是一連串的合作 那你們自己把自己的位置擺在哪裡 那你們自己把自己的位置擺在哪裡 對 其實我們通常不會意見太多 是大家說要人 我們可以到我們都會到 還是是說 要協助 來一起做什麼 我們通常也都是 只要人可以到 我們盡量都會派一兩個來 因為我覺得 運動的中心是在台北 我覺得這個還是高雄一個 目前比較實際困難的地方 我們沒辦法說一次就 今年五一是我們很大的一個動員量 是我們來 快十個 十個夥伴 我們從高雄那一天這樣 來參加五一 我覺得這個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很 很大的 就已經是很大的動能了 對於是這次是大家 台北主辦還是 不管是怎樣的活動 我覺得平常大家call了我們就都 會來啊 對 那至於是說聯合會 老實說我現在沒有想法 那個還不在 因為大家都沒有討論過 忽然丟這個問題出來 我也不知道聯合會到底是什麼東西 那 如果說大家現在都運作好好的 像現在今天去檢察院這樣子都可以 大家都可以好好講話 那都這樣子啊 為什麼要有一個聯合會 來決定大家 要怎樣 我反而 覺得 現在這樣子 還可以啊 可是 在一些合作的議題上 大家的資源還有經驗 我覺得還都是不一樣 我覺得現階段還會多交流為主吧 就像之前夥伴們提出來 那個針對勞師爭議要怎麼做 我覺得那個是我們高雄 還很需要學習的地方 那 接下來可以繼續再怎麼進行 大概 我想的是這樣子 對 不知道我會回答到後三個問題 我會補充議題 可是其實聯合會 我覺得現在這個議題有點早 因為 講真的你們 單一公會的運作的那個錢 不是講還是錢的問題啊 就是你聯合會也是要繳會費啊 那聯合會如果收草草會費 能夠做什麼樣的事情 其實我也是打路好了 那再來就是我覺得 就是對我自己接觸到的經驗 可能就是台北台中跟高雄那幾個工會 我覺得你們路線不太一樣 然後你們想做的事情 至少現階段也不太一樣 可能如果聯合會 變成說大家同仇要一起 然後一起動 我覺得這反而會是 綁手綁腳的一件事情 謝謝 那我沒有想法 那我沒有想法 所以我一定聯合會的想法 只是我剛才 顏著剛才那個問題 想要在 更 更想要知道 居哥 我沒有想法欸 居哥 呃 不是聯合會的想法 是 我們現在已經 就是九個了 那怎麼樣彼此合作 有一些差異 那我們怎麼彼此看待這件事情 那想要從 你的想法 再多提到一點點這樣 我覺得其實 如果可以的話 真的幾個工會 一起在 中部 就大家去中部至少 是還可以 不用 我們高雄 不用跑來台北 要台北跑來中部欸 好像中部的火 因為中部現在算是 還沒 完全成立的地方 去那邊大家 像共識影還是什麼 可以 放個一兩次 大家可以好好 討論一下 今天交流的 這個過程 我覺得我們還蠻缺乏這件事情 目前現階段 我覺得這件事情 是還蠻 需要的 這樣子 對啊 大概 而且我覺得這群夥伴 是可以一起工作的 只是現在 大家也真的要 可能 要抽出時間比較困難 可是真的有這個機會 怎樣抽出一個時間 大家可以再 那個 一起夢想可以再贊助我們 一些那個 三天兩夜的那個 活動經費的話 就會讓你全部的工會 可以聚在一起 好好討論 那個什麼 測經營 人家不是說很喜歡 測經營還是 激利營之類的 這樣子 大家可以好好 討論一下 接下來工會要做什麼 因為我覺得 接下來有一些工會要成... 我覺得大家可以互相分享一下 狀況 因為 我們目前 今年因為一起夢想 還有這樣一連串 25場活動的那個 宣傳效益下 我覺得 開始有一些 社工會主動來入會 我覺得這也是我們 目前比較積極要 處理的事情 那 面對這樣子的問題 而且各個縣市 今年又要選舉 選舉完 每個社區 新的社會局局長上來 狀況又都不一樣 那我們可以怎樣 在一起做運作跟調適 我覺得可能 內部的狀況 跟外部 都可以同時一起進行 跟討論 只是 那個契機 大家怎麼一起創造出來 我覺得我想的 是這樣子 實習生要講話 可以嗎 要休息 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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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台第一 公會 大家好 大家好 是公會 十七歲 對 現在變成我的名字 那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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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兩個 一個身份來 問兩個問題 一個是身為 沒有沒有沒有 一個是用 學生的身份 一個是用一個 作為一個 曾經是 很 在邊緣 邊緣 邊緣關注的人 來看 這件事情 就是不是那麼 同溫層的部分 那我覺得說 身為學生 那又在外圍的 溫層部分 然後又在台中 我覺得 像 像 像 橘 橘 橘 剛剛所說的 他覺得 就是 台北確實是 社運 比較重點的地方 那 曾經 那我之前 在台中圖書 其實對這方面的資訊 真的是 相對的落後很多 那 這份的東西 也很難 傳到我們 台中裡面 所以我覺得 再從另外一個 角度去思考說 因為我覺得 社工的勞動權益 基本上 跟他的養成教育 有很大的觀念 就是 你的 學生的訓練 是怎麼樣 會影響到你 後天的社工的樣子 所以我們曾經 如果是這麼 被 歸訓的 一個 教育過程 那以後在社工 從事社工的過程中 我們也會 依然這麼 這麼溫馴 這麼 被歸訓 所以我覺得 如果以一個學生的角度 來 跟工會做 談話的話 我覺得說 我們現在當然有很多的校場 對 那抽過校場 當然是一個很 很好的開啟 很第一步 那 最近我也在思考說 實習這件事情 做為 以大學來講 實習做為 社工接觸 職場的第一步 他第一個機會 可以認識所謂 社工職場的樣貌 是在實習的時候 那我們要怎麼去思考 或許 也可以請教工會 如何在 實習這個 教育上 可以有一些 私利點 但或許是 因為每個機構 他有他自己的 我不曉得也沒有辦法 可以 拉出一個 一個部分 是可以針對實習生做 更多勞動權利的教育 對 然後另外一個是說 我也想到另外一個是 在大四的 準 準 準 社工 對 我覺得或許在 我自己個人 開始關注勞動運氣 其實在大四的時候 因為我覺得我即將要畢業 我不曉得未來 該怎麼辦 所以我覺得 在大四的這個階段 是蠻蠻適合來談 勞動權利的事情 以及他們 即將就很快面臨到了 所以我覺得說 從 對 從小扎根這件事情 是還蠻重要 那不曉公會 他是怎麼看待 如何與學生群 群體做接觸 或是說 MED有公會的會員啊 等等之類 他怎麼跟 從小就開始跟 社工的實習生 跟社工的學生 開始做好一些關係的連結 當然最後也可以成為 我們的 畢業就成為我們的會員 就是更好 細血潮流這樣子 我覺得對於 學生社群的經營 我覺得等一下或許也可以 請後山做分享 這樣子 我覺得 高雄有一個比較大的狀況 是在於 高雄只有一間 社工系的學校 就是高雄醫學院 那 不過昨天 這個狀況 昨天我們知道這個狀況 有一點改變就是 宿得有社工學程 那昨天我們也發現這件事之後 我們非常直接的 就跟學生的同學講說 你們如果需要做校園宣導 想要認識公會 就請你們跟本事業的小編聯繫 我們就會過去 基本上 現在高雄我們的態度是 只要你是南部周遭的學校 你邀我們去 我們就會去 那我們現在 今年從一月到現在 長榮高一 平科 六月十五我們要去平科 我們也都會去做一個社工勞權的宣講 其實我們在 學校的部分 其實我覺得還是有一個關鍵 第一是學生會 有沒有 人想要做這件事會聯繫我們 然後另外一方面是 學校的老師有沒有想要跟工會 請工會過去 因為其實 除非我是那間學校畢業的 不然其實我很難有一個實際的切入點 那高雄工會一個比較特殊的狀況是 高雄工會的組成不是那種很單一的那種 我們幾乎都是中北部念完書還是 在南部念完書 我們裡面假設說是高一的成員 可能才一兩個這樣子 那個淵遠可能 而且畢業比較久 淵遠沒有那麼深 那在這樣子的狀況下 你要直接跟學校 特別是如果你也知道說 這個老師不是走這一掛的 你不太可能會去敲門鑽 所以我們通常就是 有老師來邀請我們之後 我們也會很主動的聯繫關係 甚至像今年 我們高雄市工會也收了一個實習生 那 那個很明確的就是 我們至少知道你的指導老師 至少是跟工會比較 friendly 的 因為 有時候你不太知道 我們自己 我覺得有時候 我覺得要檢討 我們自己也會設限說 這個人到底是 你對工會是比較友善的 或不友善 像 這次4月1號辦那個活動之後 我覺得對工會的批評也不少 說怎麼可以這樣子 讓社會工作專業蒙修 我們也聽到類似這樣子的話 只是 就是 學生也會自己來跟我們說 就是這樣子的狀況之下 就會知道這個老師 好像不是可以去敲門鑽的 可是我覺得 可是有些老師其實 跟我們接觸過 他就會很清楚說 他知道學生之後 會發生什麼事 然後 所以他就邀請我們 然後 我們通常 老師我給的配都不會很多 是一兩千塊 這樣子 這樣子我們就會去 而且我們一去都是兩三個 三四個 就大概都 買一送五 那種概念 這樣子 就大家都會去 像 這一次高一這樣子 去我們去三個 我們讓實習生講 然後我們請一個醫務社工講 然後我也講 就去三個 這樣子 對 就 我們還蠻樂意 只要有學生 社團 還是 像上次 台大佐水溪社 邀請我們 我們去 我們也去 對我們也是講 然後 當場有一個 北醫醫護的 同學 邀請我們 那天 有台北的理事在場 就說 欸你們請台北去 就會比較好 這樣 所以大家其實 狀況都還 我們還蠻知道 接下來是 文化大學 文化大學 我應該六月十一號 然後星期一 我會去文化大學的社福系 跟社福系的學生 做分享 其實人家只要 老師咬我們 我們通常 我們都會去 我們高雄公會的習慣是這樣 我們還蠻樂意跟 學生做分享 而且就像剛剛 鍾翰講的 其實學生這樣這邊有栽培好 後面就是 會變工會的會員 那這邊我 可以做一個分享的就是 我們跟學生族群打得蠻近的 現在其實買衣服 搓貼紙的 買衣服其實 學生會有點負擔 因為四百多塊 我們知道 我們現在其實在 會用這種 貼紙的東西 其實我們也是在 跟學生族群 建立關係 這個去校園發貼紙 學生是會很嗨的 那有的很能感 那就覺得這好幼稚這樣 那你就 你就知道 這可能不是他會覺得 有興趣的東西 可是他會說 欸為什麼是這個東西 然後你就可以開始說 吳玉琴做什麼事 這樣子 我又可以說個十分鐘 大概 是這樣 我們家實習生從不會講到現在 看我講他自己也很會講 這樣子 就覺得 然後我也真的有看過 有人拿了之後 然後他又拿給他同學 他同學說這個是什麼 那個人也會跟著開始講 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個 成本非常的低 然後有渲染力 然後這些學生 我覺得 沒關係他交不加入公會 當然是他加入公會最好 可是他就算不加入公會 至少他之後出問題的時候 他知道 公會是可以 第一個諮詢的夥伴 但是我覺得還是要好好交易一下 要加入公會 不要那個問完幫忙人 就消失 我覺得那個江湖道義 也不是這樣 你只好也參加個一年 再消失嘛 交個會費 對不對 要幫你也是很花時間的 就覺得我有偶爾這樣的murmur 只是 就 江湖道義的問題 可是我覺得那個 跟學生的互動過程 我覺得是很可貴的 就是 特別是 我今年我自己帶實習生 我今天有遇到桃凡英老師 我就跟他在分享 就是 帶學生 實習的那個過程 其實是讓我自己思考 跟反省 他們這個世代 怎麼理解問題 然後他們要面對的問題 我覺得 我相信 鍾翰你們這一輩要 就差十歲還差五歲 這樣子 你們 要 就知道 好啦 就 你們要面對的問題 我相信 已經不是我跟 後山 所看到的那個問題 我覺得 我跟後山那時候 我們遇到的是 專業證照的那種問題 但是現在變成是 勞權 那個更複雜的狀況 然後 像最近有在吵那個 實習 因為那個五一之後的一個報道 實習生無心的那個部分 那實習 你剛才提到實習勞動權益 我覺得 不是工會要做些什麼 我覺得工會能做 就是工會提供一個舞台給你們 你們自己要揪你們自己 這一個世代 在乎這件事情的人出來講 那個不是 不是 不再應該是由我們做 我覺得那個責任的歸屬不一樣 這個 不是做在這邊的秘書長 還是理事長 要做的是 我們給你們空間 給你們舞台 給你們資源 你們自己要去救人 救出找出你們 這一個世代在乎這件事情的人 把論述說清楚 這個是你們的責任 我覺得你們責無旁貸 因為 下一個十年的主角是你們 不是我們 我們不會 我們就是很討厭那些大人 一起佔據在那邊 把這些社工專業弄得那麼糟 那就是要告訴自己 該把棒子交下去的時候 就要交下去 不要再 坐在這個位置上 再過兩三年 坐在這邊講這些事情 做什麼的 應該換你們 我覺得 我很認真的說這件事 因為 下一個階段 我們有我們該要去做的挑戰 他面對的問題 但是 這種更 充分憲證這件事情 要換你們來做 而且你們要面對問題 一定 如果說 過五年 你們在這邊做 你們還是說一樣的問題 那代表我們這一個世代的失敗 我覺得 很認真的 嚴格的這樣子 看待自己 如果五年十年 你們還要坐在這邊說 回捐是怎麼一回事 那我覺得是這個世代的 社工工會的主要幹部們的失敗 在五年 在十年 換你們 上來的時候 還在說回捐是怎樣的時候 我覺得是我們的失敗 所以 每次去開會 看著那些人說 怎麼還會有回捐 那些大佬們 到底 我覺得我不知道他們有沒有 這樣很深刻的反省過 可是我覺得 我 現在要先這樣對自己講這句話 就是 如果五年後 十年後回捐 還是這樣子的話 那 被你們罵 我覺得要心甘情 就是被你們罵 因為那個真的我們沒有做好 就竟然今天要站出來 做這件事情 那就是要接受這樣的批判 你的上一個世代的都沒做好 對啊 這個沒有什麼好 那個的啊 如果他們做得好 社工師證照都沒有問題 為什麼現在的社工還是會這樣子 上次去開全面什麼 證照論壇 總結論壇 那個說 喔 那個 東武的某教授又說 喔那個回捐我三十年前 二三十年前就聽過 現在還有喔 我覺得 他講那句話的時候 對他的尊敬 完全蕩然無存 就至少在這個議題上 對 我覺得當然老師的專業 不容 那個 抹煞 對社會工作專業 不容抹煞 可是 在回捐這件事情 他這樣子講的時候 我覺得 也不知道該說什麼 所以 下一次的標題會是 現在還有回捐嗎 這樣 對對對 五年後要換中文那邊講 現在還有回捐嗎 沈厚山出來面對 哈哈哈哈 大概會是這樣子 對 謝謝 我想要讚揚幾個 哈哈哈哈 然後還想要分享 還有進行一個邀約的動作 就是 嗯 覺得我今天還要來到一個是 不是社工的 勞動問題的一個分享會 感覺比較像是一個 教你怎麼樣去行銷的一個 嗯 行銷大會 然後就是對我 學法院來說的話 我會覺得說 哦 原來可以這樣子行銷哦 然後 因為我現在也是一個 勞動權益社團的會員 可以講名字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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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譬如說 協助工會的籌組等等 但是 就是我們的會費來源 也就是大家的會費 然後還有一些 比較靈心的愛心的捲款 可是 我們希望說之後 是有一筆穩定的收入 可以去支撐 嗯 有一群固定的會務人 裡面去做這件事情 但是 很遺憾的是我本身 但是你還沒有交會費 對 哈哈哈哈 你是回來蹭穩 因為我覺得不錯 聽完那個分享之後 自己有檢討自己 還可以交會費 這件事情 所以就希望說就是 橘哥就是之後 就是 嗯 自己的公會的會務 就是協下之餘 是不是可以跟 勞動事業協會有一個 就是交流 就是教我們怎麼行銷 我們自己然後去 等一下 我覺得這件事 好 我們可以以一個 以務易務的方式來進行 比如說 瘋了律師 就是 瘋了律師去那邊 講一些勞動的課程 然後你 就是 橘哥來叫我們怎麼樣 去行銷 然後去推廣 專業交換 對 專業的交換 專業的交換 我覺得 這過程裡面有一點誤會 我覺得從來 我覺得大家會把這件事情 自己解讀成行銷這件事情 我自己 還蠻抗拒的 我覺得從頭到尾都是在說一個故事 然後怎麼 只是這個說故事的技巧 我比較有經驗一點點 我不是在 我從頭到尾目標都不是 在賣東西 而是在說一個故事 所以這個故事要怎麼去呈現 那一天有一個 單位在邀我 所以有想請我去幫忙他們 然後我問了他們 他們是一個比較冷屁的單位 那他們的議題很難處理 那 我問了他們一個問題是 如果是你們 你們會怎麼把你們的 暗組群 畫一個代表物 我就先問了他們問題 然後這個去之後再跟他們聊 對 我覺得有時候是 跳脫思考 我覺得不是我很會形象 還是我很有經驗 而是 其實專家是你們 不是我們 真正了解 你要幫忙的那一群人的問題 是你們 而不是我 我覺得他衝擊到最後那只是一些技巧 可是我覺得真正會感動人 的那個東西是什麼 我覺得那個要問你們自己 因為你們才是跟那一群 你們想要幫忙的人一起工作的 就像我 要 幫忙社工 然後做這些事情 那 所以我知道社工在意什麼 這個故事就會動聽 我以前第一份工作的時候 我第一份工作是 在一個 機構 基金會的社工 在天母 那個 白詠恩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在天母有個聖安安之家 他是全台灣最古老的 那個 重度智能障礙的收容機構 那 那一年他要拆掉 蓋大樓 他要蓋新的 因為就一直 那個什麼 照顧標準不符合 這樣子 他要被迫要蓋 新的這樣子 那 那個大槌子敲下去 舊房子倒下去的時候 我第一件做的事情 是什麼你們知道嗎 我邀我的同事 很熱夏天 拿了兩個麻布袋 我去撿石頭 我去撿那一棟建築物的石頭 為什麼 我覺得那時候大家都沒有辦法理解 我的那件事情 可是我那時候 我跟我的 同事講 我的好麻吉 那個通話很好 我跟他說 這兩袋石頭 以後可以賣五百萬 超過 那個靈感是什麼 你們有去過德國嗎 波林圍牆 波林圍牆 他把那些小石頭 我覺得那現在都假的 那不是真的 他就把他弄的裝飾的很漂亮 用一小格這樣子賣十歐 我時候 我撿那兩大袋 我自己算了 現在應該可以賣一千塊 那個問題 我那時候我有想一個企劃 只是後來就沒有 我就回去念書了 因為那時候是休學的時候去做 所以就很謝謝那時候的執行長 結果 文良是董事 機構那時候文良是董事 結果 我就撿了那兩袋石頭 我覺得 為什麼 我覺得那個都不是一個 屁股還是什麼東西 因為 我知道一件事情很重要 因為那是人的記憶跟情感 那一棟建築物 可是他被拆掉了 可是什麼東西可以代表他是那個石頭 那 同樣的是 在那個勞動的過程裡面 到底是哪些會被大家聽進去 而且我覺得不是用那種很同情 我非常 最近有一個新聞是那個 身心障礙的小朋友 做那個娃娃 然後賣不出去 然後行銷 說他們 他們覺得做的 是不是做的很醜 他們很難過 我覺得那個新聞我看的很難過 我也會想買 對 結果後來很謝謝館長 那個 館長 館長一次把他掃光 對 可是 我覺得我們的行銷不能一直這樣 我覺得都是在販售辛苦還有悲慘 這件事情 但卻沒有更多的團結還是反省 對 我自己也想過 我其實有想過 因為我上次看館長 拍那個消防員的那個 那個 那個 那個影片 就 消防宣導的影片 館長 拍那個 我好想要叫 我那時候一看完 我就跟我拍照 說 我們可不可以叫館長來 拍社工迴捐的影片 我覺得那個 那個渲染力 迴捐 這樣子 然後罵髒話 最多髒話的影片 這樣子 從頭到尾這樣 那個會不會有效果 我不知道啦 只是那個又突發奇想 可是 我覺得 這種也是一種效果 可是我覺得那個要回來 我覺得就像我講的 那個賣的從來都不是商品 而是一個 改變的承諾 那那個承諾是一個 故事 我覺得那個 你說要交流還是交 我覺得那個很難去 因為我不知道什麼東西是 你那個族群會不會感動 然後我是社工 我很知道社工 會在意什麼 因為我泡在這個圈子 十幾年的 而且那個 數據上面的分析 我非常 很事業上 長期經營 三四年下來 我知道 哪些字 哪些字眼 那個都經過測 無數次測試 你們或許 大家都沒有發現 但是那些字子圖 什麼的 大家會有反應 是 我會去觀察 我其實那個 我每天泡在網路上的時間很長 我非常知道大家 那種PTT的宅男 對 我就是那一種 我從來不否認 就是 我非常知道大家的那一種 流動 然後什麼 新的梗 那個最近前陣子 佛系社工 那個 那個 猩猴新姿也做了一個 蠻不錯的啊 那個分享數很多啊 你看 那一次他們就有跟上 那一次我覺得就是 新姿一個很好的東西 因為他 他那幾句話 完全就是他們的支持群眾 會在意 然後會覺得好笑 覺得 機車還是覺得怎樣 都在那裡面的 對 我覺得那個就是一個 非常成功的 那個就是 那個就是一個 非常成功 你們想要被看見的 那個過程 然後再 可是重點是 在那個再怎麼 包裝成是機構的動力 我覺得那個過程是 工作者要問自己的 而不是別人去教的 我覺得 有很多都是上那種什麼 行銷 課 那個什麼 我覺得 那個 騙人的啦 我覺得 因為那個你要回到你自己 最原初的感動 而且不是 賣的不是悲情 對 我自己還蠻 介意 這件事情的這樣子 對 對對對 那 但如果有交流機會 換工的話 我很願意 但是 換的不只是要幫我們 我就要幫全台工會 對 要我去就是 我相信我沒有那麼廉價 就是要幫全台工會 這樣 對對對 要就 必須要這樣 那比一不是一比一就是 沒有沒有一比一 從來沒有一 我很貴 對 對 今天是張正大哥 對 大概是這樣 沒有這個句話 不是玩笑 要就要一次要幫全台工會 不是幫高雄而已 對 因為 大家都很需要你們 我曾經對我們的夥伴說過 找一個會畫圖的 一個會寫文字美宣 然後再找一個律師 就可以有一個基本的團隊了 你們就是 我們現在最後的那一塊拼圖 所以我不會輕易放過你們 對 我看這種東西眼光還蠻準的 自認 對 結果那一天 育龍姐 說 有一群那個 法律的實習生的時候 我就跟厚山說 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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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對 大概還是這樣子 對 彼此利用 對 彼此利用 對 彼此利用 大概還是這樣 謝謝 我 我很樂意分享 然後討論 我覺得 只是 你們要先問問自己 我覺得那個從來不是外求的 我覺得這點要 我覺得如果你說這是行銷 好那就是行銷 可是我覺得我的行銷 跟別人不太一樣 我覺得我的行銷你要先問自己 因為你是最清楚 跟你一起工作那一群人 他會在意什麼 那 他們該拿出什麼 跟社會大眾對話 可是不是悲情 而是 抬頭挺胸的一種姿態 我覺得這個是 社工有這麼累嗎 還是幾度忙碌 幾度疲憊 一個非常核心 而且 核心價值的精神 對 謝謝 謝謝 這你們一定大意要交換 哈哈哈哈 我是想 私聊私聊 私聊私聊 因為公開了 好那個 好那個 菊哥講得非常好 也是最後 越來越這個 雖然看起來很沉重 不過我非常同意他的說法 就是 我們現在搞木狂烈 最好木的就是把自己腿打斷 是最好木 有找那個 這個 什麼地上爬的啊 祖父母啊 木款這樣最容易 但是 那個是不是長久的 這可能會有換來一次性的東西 但是會 我覺得會敗壞是會風氣 那我們在做這個 不管這個供應會不會成功 未來會怎麼樣 就是 對得起自己 我覺得 因為看起來是 嘻嘻哈哈 不過 中間的 核心是 核心概念 轉得很很很穩 好 呃 很感謝 那這個 反正 這直播會錄影錄下來 沒有看到就繼續轉 那 你剛剛承諾的 說 到處會願意去講 我覺得 我們一直有在做這件事情 對 那也會有更多人 找你講 我覺得 我覺得你把 夜市 不是 擺攤的那個精神 的眼光 的口才 然後可以 可以發揮得更大 我覺得 這是 台灣之福 社工之福 哈哈 好 我們拍拍手 謝謝 謝謝大家 然後跟大家講一下 這張貼紙 我會放在燦爛時光 所以大家可以 過來拿也支持燦爛時光 謝謝大家 好 耶 大家辛苦了 可以跟邱老師交代 打電話給大家 可以交代了 好 好 謝謝大家